天涯虫 怎么还没到啊 小爷 我的肚子好饿呀 你呀 暂且忍耐一下吧 算算时间 也应该快到了 小爷大哥 这 便是我家族记录的中州地图 中州大陆 果然非比寻常 新兰 中州特别强的势力有哪些 在中州 人类势力大致分为 一殿一塔 二宗三谷四方阁 其中一殿 就是魂殿 魂殿所处魂界 就算在中州也是极为神明 而一塔 则是丹塔 一个能与魂殿齐名的势力 小爷大哥 我知道你与魂殿的恩怨不小 但在你还没有 与其抗衡的实力前 还是尽量忍耐 毕竟 就连丹塔都对魂殿 颇为忌惮 那二宗三谷四方阁又是指什么 二宗是天明宗花宗 这两个宗派在中州 也拥有着极强的势力 至于三谷吗 则是冰河谷 冰谷 以及焚岩谷 焚岩谷 天皇三旋变的纵门 星陨阁 万剑阁 黄泉阁 风雷阁的方位 刚好成四角 屹立在中州之上 因此被称为四方阁 实力 也是中州的佼佼者 尽量不要招惹 风雷阁 我所修起的三千雷洞 似乎便是来自 风雷阁的顶尖身法 中州果然有些意思 中州确实卧虎藏龙 即便是捕山一头魔兽 也要弄清楚 它背后的家族势力才行 当然 寻常魔兽肯定不需要这般 我所指的是那些 有了一定灵智的魔兽 什么时候才能到啊 我都快要饿死在半刀上了 吃的药材都用完了 是得赶紧找个地方补充一下 嗯 天晴山内 小元大哥 我们到了 这么多飞船 不愧是方圆千里第一城 可是 他们为什么都停在这里不走呢 放肆 哪里来的家伙 你知道天涯城的规矩吗 嗯 抱歉 在下初到宝地 实在不知道有什么规矩 哈哈 原来是个没见过世面的毛头小子 啊 兔包子进城 得好好调教调教 没看到其他人都在排队吗 只有窦黄以上的强者 方有资格优先进入 你嘛 哼 不想排队也行 除非 除非什么 窦黄 刀 痘 我 误会了 误会了 在下意思是 现在空间门暂时关闭 我罗家正在维修中 还望几位见谅 啊 见谅见谅 你们维修 还需要几日时间 啊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 啊 不过在空间门修好之后 我定会第一时间告知 其位朋友可以先在城中暂时住几日 另外 我家老祖最近正在广妖斗宗强者 打算联手维修空间虫斗 事后定有极为丰富的回报 阁下若是有兴趣 我说 你们还要脑脑脑到什么时候呀 我都饿了 我们还是先去城里 补几些物资吧 来 瞧一瞧 瞧一看啊 这个怎么来的 校园 空间城洞暂时关闭 我们怎么办 先休息一夜 若明日还没消息的话 再去城中心看看 快看快看 我过来瞧啊 小匠 都是好东西 救命啊 救命啊 这小魔女又得了什么星座器啊 又要找到城里不得安宁了 来 给本小姐开开你的真本事 老狗不挡当 老狗给本小姐滚开 来我 找死不成 居然 竟敢得顿这小魔王 这磨倒大霉 什么呢 这可是出了名的小魔女 谁遇见她谁倒霉 混 混蛋 你居然敢对本小姐出声啊 带你家长辈 略做教训而已 你算什么东西 也敢教训我 在天涯城还敢这么嚣张 我爷爷定然不会放过你 若是石像 就现在立马给本小姐磕头认 你再敢骂一句 她不闪你 我来 你 你敢打我 你这个军人 这小魔女终于栽了跟头了 这小魔女终于栽了跟头了 好样的 终于有人能让这女魔头吃饼了 可不是吗 可不是吗 仗着自己罗家大小姐的身份 不知都做了多少年 你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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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元大哥 这罗家便是空间虫洞的拥有者 这罗家便是空间虫洞的拥有者 我爷爷 将你的手指 已给你真的剁下来 星星竟如此恶毒 几位如此行径 真不将我罗家放在你眼中啊 爷爷 你们的家老祖 居然亲自来了 将军啊 他们把我放过来 爷爷 他们欺负村女 您可要替我做主啊 敢在天涯城对我罗家之人出手 胆子争不想我 谁啊 大伙给你们罗家 会交出这种蛮不讲理的小辈 原来这座长辈的 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啊 斗宗强者 哼 一个小小的罗家 我交出来的孙女 竟然比我还掉满 斗 斗黄 这么个小丫头 竟然也是斗黄 这些人到底什么来历 此女子的实力 绝不在我之下 若是强行教授 怕是得不偿失 而且如今空间重动 正在维修的紧急关头 好 即位 今日之事恐怕有些误会 你们先将小药带回去 爷爷 我快走 一定很狠的 帮你去 老师 是 爷爷 小姐 爷爷 来 这就是这就是这 这就是这 走吧 太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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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了 太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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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这几日到底是不来的 这位姑娘 不知道能否暂留一下 如果老夫没有猜错 几位朋友 此次到天涯城来 应该是为了空间重动吧 空间重动 这次的问题不小 需要几位斗宗 共同修复 所以 想请这位姑娘 出手相助 报仇呢 这支队伍的领头人 竟然是这斗宏小子 空间重动一旦修复完成 那几位便能顺利进入 想必就不需此行了 来 几位 要知道这方圆千里之地 可再无第二个空间重动 咦 咦 咦 罢了 罢了 若是这位小姐 能够助我修复空间重动 老夫便赠予你们一枚 七斤魔盒 怎呀 不知是否有七阶天独蝎龙兽的魔盒 天独蝎龙兽乃是远古异兽 极为罕见 七阶天独蝎龙兽魔盒着实没有 不过我罗家倒是有一枚六阶的 不知是否可行 虽说并未达到我们的要求 不过这六阶魔盒倒是也能接受 有了这六阶魔盒就相当于多了一条退路 再不济也能作为一种保留手段 请跟我来吧 有了这位小姐相助 想必今日之内并将重动恢复 各位这里便是控制空间重动的阵法平台 果然是大手笔 这两位是韩氏二毛 在周遭千里都是响当当的人物 老夫专门邀请来帮忙修复空间重动的 二老 这几位小友也是老夫请来的帮手 帮手 就这么几个年轻小辈 两个在道宗初期的人 说起话来如此狂妄 这是哪里来的小娃娃 如此不找的 去看看吧 若是能够修复的话 也免得耽误我们的时间 你 此女竟然也是斗宗强者 二位稍安勿躁 多一分力量 修复重动就越轻松 陪我来吧 我等将空间之力注入法阵 中间切记不可松懈 否则修复不成不说 甚至还可能造成极大的灾难 我二人自然没有问题 就是一些年轻人 怕是要拖后腿 好了 三位还请助我 诸位 加大注入 这只要百分之力 码 海 从百分之力 看大部分 造成构 博城 这该死的空间冲动 还要多久才能修好 二老 再坚持片刻 这很快就完成了 切记不可松心 再坚持下去 老子快吃不消了 大哥 再继续下去 恐怕会伤及本源 博城这点酬劳 还犯不着让我们付出这么大代价 你我减小数出 保全自身 二位 这是何意 老神中 我兄弟二人实在 你们可知这罚阵实行平衡 快 快 老神 大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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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啊 这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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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神主 怎么教教我们 这两个土虎子的混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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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住我的手 啊 小妍 啊 啊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次多亏了姑娘 这份人情我罗承记住了 萧颜小友 这是老夫所承诺的报酬 还请诸位收下这艘空间船 此船可在虫洞中平稳穿梭 船内还有不少药材 就全当谢礼送给你们吧 多谢卢老先生 那我等便出发了 那么向着中舟出发 换我来吧 我们进入空间虫洞 多少天了 十六天了 再有几日时间 就能到达目的地了 多谢了 控制恶难毒体的所需之物 算是被齐了 但我担心六阶天毒蟹龙兽的魔盒 难以达到最完美的取毒效果 保险起见 我们还是要找到七阶魔盒才行 你决定便是 我这朋友 还真是静止静止的 怎么回事啊 空间路径被破坏 警示了空间风暴 你们有办法过去吗 除非是道尊强者 否则 难以在空间风暴中掏伤 快点小心 救命 空间风暴后面 是否就是冲动出口 没错 只要我们能强行冲过去 就能离开这个空间冲动 可是 没有斗攻强者 根本无法冲出空间风暴 不拼你吧 怎能知道会不会成功 小医生 你护住船身 我来控制速度 好 紫妍新来 抓紧了 别松手 小医生 撑不了多久 必须几个冲出去 小医生 小医生 你怎么样 我没事 紫妍 紫妍 快用空间之力 小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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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身体 竟然还藏着这么恐怖的能量 子烟 没事吧 放心 只是有一点虚弱 出口就在前面 出去了就好了 怎么回事 我确实被这疯狂拖回去 我一定会逃生的可能 子烟 你先顶替我 下船去推 一定要小心 若是情况不坏 就赶快回来 赶紫雷道 赶紫雷道 给我停 大爷大哥 有风了 小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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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콩ną 只有 pis 好了 晓衍呢 她怎么没出来 回去把她 带出来 我和你一起去 不行 空间虫斗受损那么严重 你们看 这是空间符文 符文落灭 代表通道没了生命迹象 若闪烁 则说明有人从里面出来了 从我们出来到现在 符文一共闪烁了两次 所以很可能 这次从里面出来的 就是萧炎大哥 那他人呢 可能被随机传送到 中州的某个地方 我去找他 中州地域辽阔 我们不知道 他具体在哪儿 无论如何 我一定要找到他 那小子也算是好运 从天上掉下来 没被摔死 是啊 若不是二小姐人美心善 出手相救 那小子准成为魔兽的口中餐 可不是吗 不要兜嘴 加快速度赶路 是 是 再换 这小子也算是好运 水源帝到了 是否九地安营 此地离水源太近 还是将营帝扎到一里外吧 以免夜晚屠生事端 继续先进 今晚就在此地安营扎寨 大家麻溜地准备起来 这是 马车 营帝他们 应该已经安全抵达了 得尽快要好上 早日与他们冲逢才行 那边放好啊 好 过来 马马 先过来 这边 行啊 小兄弟 这么重的伤 恢复得还挺快 先来透透气吧 在下营衍 不知阁下如何称呼 我叫韩冲 提小子 真是福大名的 多谢韩大哥出手相救 我只不过是听命行事 真正救你的 是我们家二小姐 来 晚上喝尽口 暖点身子 感谢大家的救命之恩 干了 好 真是好酒量 不错 这傢伙对我的胃口 很适合加入我们韩家侍卫队 小兄弟 所谓酒品见人品 大哥就喜欢你这种爽快人 韩大哥 你可知丹塔在哪片区域 丹塔自然是在中州中心区域 北域过去 就算是走空间重洞 要转转起次 小兄弟 你要去端塔 眼下你有伤在身 等到了天北城 伤是恢复了再说吧 想不到落难事 还能被人这般帮助 中州 看来还不错 你在带些人到这围不上 是 二小姐 二小姐 大家辛苦了 晚上守夜的人不要沾酒 其余人也要少喝 明天经过羊蛇下莽的领笛万蛇侠 很可能有场硬仗 是 二小姐 是 没想到 这么年轻的三星渡王 不过 她的样子怎么似曾相识 二小姐请留步 在下消炎 歇二小姐救命之恩 我是通过空间重洞来的中州 因为途中遭遇空间风暴 和同伴走散了 难怪你伤势如此重 经历空间风暴还能逃生 也算你运气好 我叫韩雪 这是天北城寒家的车队 这是疗伤药 对你的伤应该有点作用 这韩家小姐 果然如韩冲大哥所说般善良 外表如此柔弱 却能将车队管理得井井有条 滴水之恩当有权相报 万蛇侠下莽是吧 韩冲大哥 这万蛇侠是什么地方 这万蛇侠是妖蛇下莽的领地 它虽刚入窦房 还能召唤所有四界以下的毒蛇 难缠得很 只能叫过路费保平安了 这妖蛇的灵质为何如此之高 还会战伤为王当强盗了 这下莽曾吃过你们妖化丹 得以脱离蛇 明知也比其他六界魔兽更高 妖化丹 那下莽极其贪财厚色 希望多花些金币能打发过去 否则 我死也要霍二小姐争取 以下莽斗黄的实力 绝非车队所能对抗 韩冲大哥放心 二小姐这么善良 不会出事的 希望如此吧 该来的还是躲不掉啊 该死的 还是没发现 走 妖蛇 下莽 你们应该知道本大爷的规矩吧 当然知道 下莽统领 这是一些国理 还望 孔颖大人收下 来 还不出 看来你们还算有点儿折笔 那 我们先告退了 这是当然 是 莫莉花头 是的 留下了吗 走 保护二小姐 是 孔领大人 我们是天北城韩家的车队 若是在这里有什么闪失 韩家定会追查到底 是 天北城那些老家伙吃了石油的石 不过 只要将你们全部都想 谁会知道 我对寒假人成少了呢 他还是有带策的莫莉花 我喜欢 小美人 乖乖跟笨蛋一走吧 以你的实力 是逃不出笨蛋一手掌心的 大家小心 你们这么多男人 联手欺负一个女孩子 说出去 也不怕丢了帝林们的脸 小 萧衍 没事吧 没事 多谢你出手相救 看来阁下 这是想要英雄救美了 现在立刻离去 我也不为难你们 哼 口气还真不消 兄弟们 上 几年未见 我还是被他远远甩在身后 实力不错啊 你叫萧衍 与风雷阁起冲突的就是你 萧衍 小心一点 他很强 他们为何要对你动手 为了通灵白虎 此灵舞能免疫前方弥阵 对视线和灵魂力量的压制 并在弥阵中指引方向 之前碰巧被他们发现我拥有此物 便被盯上了 我对你的白虎可没什么兴趣 那几个废物需要而已 我只是受人之托帮个忙 白虎就别想了 你们走吧 这就难办 受人之托 忠人之事 我王辰可是一言九鼎的 王辰 王辰哥的王辰 萧衍 要不将白虎给他吧 传闻着王辰 生性是杀 实力早已在斗黄巅峰 放心 好 有魄力 不过 太自信可不是什么好事 虚实少 小心 有 这王辰势力虽强 但对我没有太大威胁 匿火正好压制他的暗术性斗器 难怪能让唐营那般看重 的确有几分本事 今日之事就此做棒 我会在天山台上等你 你没事吧 先找个地方 调理你的伤势吧 嗯 这次多亏你出手相助 嗯 你 你也是想去那天山血潭 嗯 虽然以我的实力 想挤进前十 还挺难的 不过来一次 也算是历练吧 此次血潭之争 抢手如云 你老师怎么会放心 让你一个人前来 我总不能事事都一来老师 想要变强 必须靠自己 这几年 你们在中州还好吗 这些年 老师带着我走走停停 遇见了许多人和事 过着随遇而安的生活 老师说 心静了 人生才会风轻月鸣 那就好 我也要去天山血潭 你可以跟我一起 嗯 不会拖累你吗 我对天木山脉 一点也不熟 你在的话 我也能省心不少 嗯 那走吧 快到迷阵了 我们有通灵白狐 倒是不用担心 嗯 不过越靠近天木山脉深处 我们越要更加小心 特别要注意 不能得罪这里的原住民 士经蜀族 魔兽家族 实力如何 士经蜀族 虽然大多是二三间魔兽 但数量极其庞大 他们族长的实力 也是堪比六星斗宗的强者 进入血潭的十个名额当中 士经蜀族占据其二 这么说 只有八个名额了 这也是没有办法 毕竟士经蜀族 占据着地利 看来士经蜀族 确实不易招惹 真是憋屈 不行 我们直接进去 试上一试 别想了 这迷阵极其诡异 没有通过之法 进去也是送死 难道咱们就这样 两手空空地回去 我可对不起这人 确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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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花使者还真称职啊 竟一路护送到了这里 小衍 你该不会是 看上这女人了吧 关你何事 哦 对了 忘了提醒你 那女人身上 能看穿迷阵的通灵白虎 可是个宝贝 一定要看好了哟 啊 啊 白狐 救星斗华 救星斗华 靠近十米范围城 杀 八明都慌 若真要動手的話 即便是硝煙也要再逼瘋了 諸位 血痰奇緣就在眼前 錯過了就得再等三年 他能來再大 也擋不住我們這麼多人 對 我再一起上 還可以 藍物在這女人身上 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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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白虎是我的了 你先进去 我再离这门口等你 拦住他 解分 是浪拳 小子 手段挺狠的 居然把这些家伙全部收拾掉了 不过你将这里弄得那么乱 难道就想一走了之 窦宗 这天魔山不是实力过强者 不能进出吗 莫非他是 晚辈萧炎 拜见诗经蜀族的前辈 小家伙 眼光还不错嘛 小子鲁莽了 这些气球单用来恢复斗气 效果还不错 还望前辈勿怪 小家伙 我第一眼看见你 就觉得顺眼 没事 这地方我会让人收拾的 那便多谢前辈了 老夫名叫金谷 别叫什么前辈 小家伙 你是炼药师吧 炼药师 对我们魔兽一族来说 实在是稀罕啊 行了 你先进去吧 有那小女娃的通灵白狐 通过迷阵 不成问题 多谢金谷前辈 嗯 若这个小家伙的炼药水平 能达到我们的要求 倒是能省去不少麻烦 灵魂力量竟无法扩散 灵魂力量竟无法扩散 这弥阵果然记住 好 是我 这弥阵能阻碍视线和灵魂力量 不过 我们有着白狐隐喻 想要出去并不难 走吧 灵魂力量人 魔兴力量 传奇 服务力量 不过 色味ок 走 双四个名了 没想到今年四方阁同时 把他们几个派了出来 真是倒霉 呸 那小子 不会连这天山台都倒不了 请诸位做好准备 旁观即将开始 果然是高看待的 是啊 抱歉 来晚了 这是谁啊 这是谁啊 希望没有耽误闯关 这人是谁 赶得倒挺强 不认识 我只知道啊 又多了俩人抢那四个名额 不过 这小子看着挺面熟啊 好像在哪儿见过啊 是啊 到达这里都如此勉强 凤雷北阁 竟然连这种废物 都解决不了 等血潭之事了结 帮北阁签了他 老夫侍金蜀族组长 金石 各位既然能到这里 想必都不是寻常之辈 也清楚天木山的规矩 只有通过了我族所布置的关卡 才有可能得到另外八个名额 这次的关卡并不难 只需各位在半个时辰内 抵御着实体上的蜀巢阴波 顺利抵达山顶 便算通过 啊 这是 蜀巢阴波阵 这 蜀金蜀族的阴波攻击 可是出了名的厉害 蜀金蜀族最擅长的 就是阴波攻击 能无视斗骑防御 如此庞大的阴波齐发 恐怕窦黄都难以支撑 看来此次能够通过的人 不会太多 阴波攻击 道士与师虎最近阴波有相似 能否顺利通关 就看诸位的本事了 闯关 开始 提醒诸位 你们总共只有半个时辰 过时不后 你上车 你看 你看 他们上轮 金石前辈 化骨门狐牙 狐城 前来闯关 阴波阵 会随着人数增加而增强 你们可想好了 他俩的实力竟然毫无招杂之力 幻成是我们 估计下场也不会跑的 这阴波阵果然极瘦 待会儿你用斗骑堵住双耳 跟在我身后 是金属的阴波 能直接侵入大脑 就算我堵住双耳 也没有用的 我能走到这里 已经是极限了 你不用顾忌了 阴波斗气 能否成功 我试试怎么会知道 这般蛮床肯定是不行的 得动动脑子了 下一位 更是在三回合内 以一敌二 生擒了红木红烈 我了解硝烟 我觉得硝烟有资格代表我们寒家出战 你们的眼光为父相谢 只是 生擒红木二人 红尘也能办到 况且这种鄙视 刀剑无眼 若是硝烟小兄弟 为我寒家出了什么意外 我可过意不去 父亲 你不相信硝烟先生能打败红尘 月儿 雪儿 既然你们对这位硝烟小兄弟很有信心 那让舅舅先来试试 毕竟此事 关系到寒家的存亡 不能有半点收获 舅舅 你 那便请自教了 若是小子在十回合内被前辈击中一次 便算我实力不济 甘愿服输 哼 看来硝烟小兄弟对自己很有信心哪 这小子还真是狂妄 韩庭可是八星斗魂 与那红尘也不相上相 是啊 这小子如此轻敌 只怕是要吃亏 放心吧 我想舅舅虽然有试探之心 但更多的是想用事实为他证明 小颜小兄弟 你可得小心了 我这九转风油布 是我的成名之计 五转 这次很强 即使二弟们他身子相对 恐怕也不是对手 他还真能与红尘抗合 九转 九转 五车 九转 九转 一点 distress 洪匙 二 空箭之地 你是斗宗 不过是机缘巧合之下 才勉强掌握了一丝空间之力 寒天前辈 承让我 萧炎小兄弟 你能在斗黄级别操控空间之力 真是后生可畏啊 这场比试是我输了 萧炎小兄弟 若我韩家能度过此次危机 你的恩情莫齿难忘 我韩池愿意付出所有代价 萧炎 萧炎 你想怎么样 痛快点 直接杀了我吧 告诉我 魂殿关押老师的弟弟 小救的老家伙 你还真以为魂殿 是谁都能进去的吗 我说 我说 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 我的耐心可不多了 我告诉你 要臣的关押地点 你便放我离开 你没有与我讨价还价的资格 我说 中州西域的名城 文殿在那里有一座分殿 药臣就被关押在那里 不过 那座分殿有一位 斗尊级别的尊老作战 还有几名护法 难道上次我灵魂感应到的 那处大殿 就是明城 说是如此 想必到人那道极为恐怖的 灵魂之力 便属于那位尊老 我所知道的只有这些 求你放过我 丹会后若能收复三千燕营火 便是多了分救出老师的底气 不过眼相 还是尽快恢复伤势 帮助寒家赢得比试 姐姐 雪儿 这都三天了 怎么还没出来 她先前就已经受了很重的伤 姐 你说萧嫣不会出事吧 倒是难得见你这么关心一个人 雪儿 你莫不是 喜欢上萧嫣了吧 姐 你胡说什么呢 我才跟她认识多久 姐姐只是想提醒你 萧嫣的确很出色 但这样的男人 她难为谁停留 而且 她早已经有喜欢的女孩子了 那个女孩 也和她一样优秀吗 何止优秀 就连迦嫣寻物强绑前三 在她手中也撑不到十回合 她的年纪比萧嫣还小 那样的修炼天赋 几乎紧要啊 萧嫣 你康复了 时间到了 你的伤势怎么样了 差不多全好了 走吧 别让韩伯父他们等久了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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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自然是要来的 不然倒是服了洪家的好意 那是洪家的家主 洪力 就怕好意没收到 反而将女儿赔进来 不过不用担心 我洪家对媳妇还是很宽容的 爹 就不要白费口舌了 我时间不多 速战速决吧 你们 让谁出场 你的对手不是我 而是他 你就算要找个替死鬼 别长得像样的吧 这人难道是洪家从外是亲了的 洪家呀 肯定是无人可用了 洪家不可能在这么重要的秘乌中 随便找一个提死鬼 这不是让我看笑话 难道洪家以为这年轻人能与承儿相抗不成 云长老 承儿能胜过他吗 以我封雷队队的斗技功法 同辈之中能战胜他的人在中州或许有 但在天北城还未出现 既然云长老都如此说了 我倒想看看这小子输了后 汉痴脸上的表情会有多难看 小子 报上名来 无名小辈 硝烟 比不得洪尘少爷的大名鼎鼎 韩家竟然派个无名之辈来跟我比试 小子 给你实习时间考虑 是你自己滚 还是被我废了扔出去 不用实习了 还是直接动手吧 既然你自己找死了 那可就别怪我了 雷鼠型斗技吗 小子 能败在我手上 也算是你的荣耀 红尘少爷 这种小把戏 就不要拿出来 出蛋 那可就别怪我了 наши武者挺有手 脱离可以 rerک不富 你的忙 Exc는데 大 cold 把 bullet 让雷爪 哼 不过不死 阿西风 这点雷电暗劲 也想伤我 你竟然也是七星窦皇 竟然是窦皇 怪不得韩家要派他上场 这等实力 怕是比韩月还强 这小子究竟什么来路 这实力 不像是无名之辈 可为何从未在中州大陆上 听过硝烟这个名字 中州大陆辽阔无比 卧虎苍龙之辈不知几何 不知道也属正常 想赢我没那么容易 何不放弃痴心妄想 小子 这不是你自整的 今日便让你瞧瞧风铃阁的秘法 雷神降临 实力暴涨了 这气势远超七星窦皇 好 他现在的实力 几乎达到了九星窦皇 这红尘 不管是功法 斗技 还是武器 实在是太强了 是啊 难怪他敢这般狂亡 能逼得尘尔施展秘法 那小子的确了不起 但也就到此为止了 小子 睁大眼瞧好了 好 三千零洞 来得正好 你太慢了 他怎么跟得上三千雷动的速度 秘法时间要限 你主战 钱废雷腿 与绦 糟炁 老王 牠 骠 鹠 耳 牠 牠 牠牠 cm behave found Some这个人uman Bahed. 用他游身池 天祟雷锤 追 天祟 看你怎么等 曲是松磊之力 有何效能几处 也 是浪曲 这便是你的手段 倒还真是高看 如果你只有这些手段的话 那接下来便换我来吧 天火三旋变 逃离变 这是 一火 这小子究竟是何来的 学行藏如此之深 这就是窦红巅峰之上的那层障碧吗 若是我修炼了天火三旋变的最后两遍 并一火相配 也许 就要突破这层障碧 这次 尘尔怕是不妙了 这混蛋 绝尔还隐藏实力 好强的秘法 绝尔还真是为我韩家 请来了一尊了不得的大神呢 在学院时 他就以斗灵之力迎战斗皇 如今几年过去 成就自然更加恐怖 那红尘在硝烟面前 也只能认输 不过现在先要解决你 我不信 除了那怪物凤青儿 我会输给任何人 起来吧 这一招 还要不了你的命 能将我逼到如此警惕 小妍 你是第一个 此等旗帜大辱 今日我就是赔上这条性命 让你付出代价 快点 灭雷锤 你我自 看来你也就这么点能耐我 那就接我最后一招了 六合游身时 灭雷 我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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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u 好 好 可真的贏了 这年轻人 真是了不得啊 可恶 我怎么可能输给你这个无名之辈 去死吧 三千雷洞 住手 可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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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年轻人 我要你拿命来抵他 真是让人笑话 是 好 好 小子 今日你是走不掉了 好 吃好他 是 住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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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洪家不会是要坏规矩吧 老子不管什么规矩不规矩 是 韩池 你要为了这小子 跟我洪家开战不成 规矩就是规矩 容不得你洪家破坏 这硝烟小有 我韩家还就护定了 你 把上红尘之事 可以暂放了 但他的三千雷洞从何处而来 今日则必须交代清楚 我封雷北阁 曾被外人偷取了不少功法与斗技 其中便有三千雷洞 你不会与那盗取之人有什么关系吧 这三千雷洞只是在下偶然所得 偶然所得 小子 老夫给你两个选择 一 跟我回封雷北阁查清始末 二 老夫将你就地格杀 无论如何 三千雷洞绝不能落入外人之手 父亲 沈老 此事怕是有所误会 韩迟 此事不是你韩家可以插手的 若因此引来我封雷阁的怒火 你韩家怕是承受不起 韩伯父 此事确实与你们无关 便不要再插手了 你小子倒是挺讲义气 那你是跟我回封雷北阁 还是用老夫动手废了你 封雷阁我没兴趣 所以不去 至于废了我 凭你恐怕还不够资格 好 放肆 区区一个窦黄 在沈长老面前 也敢大放厥死 透支死活 竟敢挑衅风雷阁卷位 小地方的人 都这么不知天高地厚的吧 现在的年轻人真是一个比一个狂 今日便让老夫亲眼看看 你老夫四星斗宗的实力 究竟哪里不够资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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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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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过 凭你这四星斗宗的实力 想要废掉我 还不够资格 没想到 你竟然还有着一个斗宗级别的傀儡 之前还真是小看你了 斗宗级别的傀儡啊 这怎么可能 上 太残暴了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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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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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能将弘历细手到这般程度 即便是风雷阁的年轻一辈 也没几个人吧 看来当日萧炎留守了 若是他全力施展 我怕是难坚持十个回合 狐狸 你个废物 这么长时间连的冰箭都活着 狐狸 鸿家人听命 被我围住这小子 你们这些混蛋 就只会以多欺少吗 去死吧 不好 快追 快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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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巨师公 这广场 足以承受斗宗级别的攻击 现在 却被毁去大半了 它到底是什么使力 校园呢 那里 在上面 小颜 我红家与你不死不休 不早就是了吗 红历 你还不赶紧把红天孝叫出来 难道真要等到被灭门不成 红天孝 红家连他都请出来了 据说这红天孝已经五星斗宗了 就算萧颜有傀儡相助 也不可能抵挡两名斗宗啊 小颜 快走 不要拖延了 小子 我红家娄祖来了 等着吧 今日你叉翅南飞 他不还没来吗 红老家伙 别装了 快快出手杀了那小子 放了他当然可以 不过红前辈 今日之事的确是你红家逼迫在下 迫不得已一小子在反手攻之 还请红老前辈 大人大量 你以为老夫看不出你在拖延时间 红天孝 你在过身 非要等老夫死了你才出手啊 既然不肯放人 那就别怪老夫怎么收下无情了 老家伙 我在红利体内蕴藏了一股暗截 你若是不追上去将其化解的话 他必死你 好狠毒的小子 好狠毒的小子 一个废物 有什么好救的 公家的人就没一个口 丸踩进 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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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窦宗又不是没战口 居然敢骗我 小子 我胡天宵 定要将你身上的苦头 一根根捏碎 让你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我的辣剑 小岩 不管天涯海角 我每个都不会放过你 追追 将两大斗宗玩弄于鼓掌 最后全身而退 这小岩实在是让人惊叹 服了 彻底服了 这般厉害的人物 将来定能成就不然 那小子杀我弘家那么多人 还生了孩儿 绝不会放过他 我通知了风雷北阁 接下来任硝烟有再多手段 也插着那儿逃 怎么回事 我留在纳戒内的灵魂印记 被硝烟破解了 怎么可能 小炎不杀了你 老夫实不为人 那小子不过窦黄实力 竟破了窦宗留下的灵魂印记 小炎身上还有我留下的血来印记 我们现在就动神起追 斗宗的灵魂印记 还真不容易破解 斗宗的灵魂印记 还真不容易破解 这是 接住 把开它 窦宗有残忍 中下天 中下暖度 海图 尼赌台 内 冲 海图 角 壁 浅 三千雷幻身 三千雷幻身 此法修成能凝雷幻身 其实力可与本体相仿 本体不死 幻身不灭 威力堪比天阶斗技 竟是风雷阁的阵阁之宝 欲练三千雷幻身 需先将三千雷幻身修炼至最高境界 纷身 这要是修炼成功 一个斗尊化成两个 与人战斗就二打一 统计中谁能胜我 难怪我身怀三千雷动 会令沈云那样愤怒 原来三千雷动 跟风雷阁的阵阁之宝有这般关系 多亏了沈云这老家伙 不然 我还不知道这等隐秘 我都要瞧瞧 是如何难修之法 这是 这雷只有古怪 这些符号 似乎有很多缺陷之处 是三千雷幻身不佳 但为何看不出修炼之法 难道 这只是三千雷幻身的一部分 其他部分 被风雷阁分开存放起来了 等吗 外面怎么了 你确定萧炼在前面这片山脉中 我敢引导了血雷印记 它就藏在这里 这次 一定得杀了萧炼 萧炼 沈云 你给老父滚出来 这两个老家伙来得倒是快 现在都已经来不及了 两名斗宗强政为口 即使我们的妖魁相处 恐怕也无法安忍而退 小家伙 区区两个斗宗 就让你紧张成这样 听话前辈 为了抓我一个无名小卒 来了这么多人 沈长老对在下 真是恨之入骨啊 哼 小子 等你落到老夫手中 自然能让你好好感受感受老夫的恨意 小子 这次老夫都要看看 你还怎么逃 两位不将在下置于此地 他绝不会罢兴了 两位的命 就由在下收了吧 诚狂小辈 因为凭借一个傀儡 救救你的命不成 红老 那傀儡便交给你了 这小子由我来对付 交给老夫便好 放手去 最好尽快废了的小子 上 好尽快废了的小子 好尽快废了的小子 小晓妍 小晓妍 你跑不掉了 你动手 是 是 啊 多敬点我前辈 这 这怎么可能 这其实 至少已是八星斗总的实力 好可怕的力量波动 爷爷 他们会找到消炎吗 你快去帮帮他吧 丫头啊 有些话我们得说在前头 这红天啸也就罢了 但是那沈云可是风雷阁的人 我们韩家还招惹不起那种势力 我只能在不被发现的前提下 暗中助他 可是爷爷 丫头们 看来我们这趟要白来了 来 让我见识见识 你的手段 怎么可能 再高阶的密法 也难以具备这么恐怖的效果 莫非这强悍的其实只是伪装 狗夫今日倒要看看 你这实力究竟是真是假 你这傻子究竟什么来的 我恨你这致舞 不管他用了何种法子 使自己实力暴胀 但他肯定都有时间限制 先撤 等他实力弱下来 再出手也不迟 谢长老 谢长老 谢长老跑了 那我们去 我们可以走 这小子究竟干了什么 连沈云都跑了 我这状态维持不了太久 所以一旦实战 就必须要有结果 小颜 小颜 只要你肯放过我 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 这个 王队 你要去帮忙吧 过来了 救命啊 老子 现在冲上去就是送死 什么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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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能倒 你 � 是 那 是 你 拖着你一气森 紫豹吗 那个斗宗的紫豹 你跑不掉的 空军之力 怎么可能 风雷飞河 不会发光 怎么会这样 是你却自爆了 不过 风雷飞河 不可能做事长老被杀 到时候 回来 这个叫做硝烟的年轻人 当真是可怕得紧哪 看来 我无需出手了 红天笑逃回去后 肯定会大肆宣扬沈云之死 以风雷北阁的行事风格 绝对会派强者围杀硝烟 爷爷 求您帮帮硝烟 放心 这次提前出关 本就是看在硝烟帮过寒假一次的份上 是 却洪假确实欺人太深 必要时 我会出手相助的 能把我这高傲的小孙女 变成这般模样 这小子 好有本事啊 真是 沈张老倒是心计不错 身体自爆 还留了一丝灵魂逃逸 不过可惜 小爷 不要杀我 我们可以好好担担 你也不想把风雷阁 等你死的 小大众 奉威每个不会放过你的 你就当着 心思枕密 对敌人不留丝毫退路 此次绝非常忍 小妍 小妍 你没事真是太好了 你们怎么来了 小妍 你真不愧是怪物级别的内院学生 一个人就摆平了沈云和洪天校的围剿 学姐说笑了 老先生不用如此警惕 韩雪小姐对我有恩 在下可做不出恩将仇报的事 爷爷 您放心 香妍绝不是试杀之人 老夫韩非 小妍见过韩老先生 无须如此 既然你安人无恙 那老夫便先带这两个丫头回去了 日后若有机会再来找小妍讨教 若有机会 小子恭候韩老先生 小妍 你小心风雷北阁 最好快点离开中州 多谢关心 丫头 走吧 某人的女人缘真好啊 小家伙 你太弱了 不过好在身体够结实 不然的话 定会被我的灵魂力量称爆 天火先别放心 我会尽快吞付黄吉丹 突破之斗筹 加油吧 小家伙 你可别忘了 帮老夫练至躯体之事啊 放心便是 我定会帮您练这个最好的躯体 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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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长老的灵魂雷碑 已经破碎了 啊 这是你敢在中州北域 对我风雷北阁的人出手 肯定是万剑阁的人 暂时不知 此次云长老是陪那红尘去的天北城吧 风雷店三位长老 你们动身去查一下 嗯 不管动手的是谁 先秦中再说 我风雷北阁的人 都是随随便便就要杀的 是 是 哎 我跟你们说啊 就这小子 手起刀落 一刀一刻 几个之间 杀的一众好手片下不留 啊 不可能吧 这小子看上去也就二十来岁 有这么厉害 哎 你还别不信 哎 天北城洪家 在他手里至少死了十几个人 哎 哎 也难不住啊 美北阁的沈云 也在他面前自暴而亡 啊 可有这事儿 哎呦 那可不得了了 哎 也不知道这煞星 是哪儿冒出来的 手段这般狠烈 哎呦 这风雷阁可不是好惹得住啊 看来这小子啊 要有麻烦喽 可不吗 是 天北城寒家你知道吗 现在啊 正被风雷北阁给团团围住呢 让他交出这小子 不然 就有灭顶之灾 哎 这 哎 那硝烟也不是傻瓜 明知道是陷阱 怎么可能会去自投罗网呢 是 小家伙 你这是打算去韩家了 那里现在肯定是强者重重 韩家之事基因我而起 我便不能袖手旁观 哈哈哈哈 说得好 大丈夫光明磊落正当如此 好心 有老夫在 保你无事 他被多谢天火尊者了 黑袍 古役 快看 那不正是校园吗 对啊 是啊 姐姐 你说 他会来吗 或许会吧 希望他不要来 凤雷北阁的实力太强了 那 如果是他真的不来 你不会失望吗 我还是不希望他来了 傻丫头 哎 我看那小子是怂了 这么多天也不见踪影 哎 换作是我 为了这两个美人 赴汤倒火都在所不辞啊 哈哈 哈哈哈哈 听说 韩家这两个美人 至今还独守空房 不独 我们哥俩一人一个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无耻 没想到堂堂封雷北阁 竟都是些邪义小人 老家伙 还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 区区韩家 在我封雷北阁眼里 不过就是井底之蛙 你们韩家老祖 都已经当缩头乌龟了 你还想造反 舅舅 韩天 难道堂堂封雷阁 心事竟是这种下三滥的阁调吗 你韩家 还没资格评论封雷阁 你们 竟是欺人太甚 安静 可恶 可恶 来 你走 我 我们先进去 走 我们先进去 恩 恩 是 恩 恩 是硝烟 是硝烟 你总算是来了 风雷北阁做出如此不耻之事 目的不就是逼我现身吗 倒是有几分骨气 可惜你今日 必葬身于此 有声 这些无关紧要的人 便不用再胜了 三位大长老 想要抓我 怕是要你们亲自动手了 自老夫三人成为北阁长老后 定是第一个 让我们一起出手抓母的后辈 风雷北阁还真是看得起在下 竟然派三个斗宗长老 抓我一个小辈 能将沈云击杀 你自然不是什么平庸之辈 那是他咎由自取 怨不得谁 何必与他多费唇舌 先抓住了再说 等废掉斗气 囚禁北雷塔下 看他还如何成果 想费我斗气 看你有没有这个资格 五星斗宗实力的傀儡的确罕见 但还是保不住了 这般纯粹的灵魂之力 侯天孝 修颜 你会给我公家子弟 老夫定要你以命相抵 侯天孝 傀儡就交给你了 雷长老放心 这场大战结束前 这傀儡绝不会插手 你们之间的战斗 别留守了 一举即杀 红雷北阁 天岗堂听令 接九天雷御阵 他们竟然用九天雷御阵封锁了这里 他们竟然用九天雷御阵封锁了这里 不管你有什么来路 手手就擒 是你唯一的选择 放心 在寒家重获自由之前 我一定奉陪到底 以寒家为写 本非我封雷阁的作风 但三千雷动 不容许出现在外人身上 今日之后 寒家 与此事再无关系 动手吧 不容许出现在LE putting more 剑子雷剑 雷长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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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吧 狂火链 加强防御 你想攻击我们阵眼 没那么容易 狂狂 陪神之路 你会想到 闪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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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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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逼我与你们大战了一场 自然不能让我空手而回吧 你 其人太深 我们不是他的对手 先走 三千零换身剩下的卷招 果然在这三个老家伙身上 那三个老家伙竟然败了 罢了 还是先走为妙 小颜兄弟 此事是我弘家部队在先 只要你开口 老夫愿意赔偿你的一切损失 赔偿 这小子心很手辣 我弘家又想与他和解 定人极难 所以这小子必须死 小颜小颜 再给老夫一次机会吧 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 那今日 那三人跑了也就跑了 但你就留下吧 小颜小友 多谢今日搭救韩家于水火 这份恩情我韩家记下了 日后想必那风雷北阁不会再拿韩家要挟了 哎 若是老祖在 小友今日也不至于宜寡敌众 你没受伤吧 没事 既然此事已了 在下不便久留 各位 多保重 你要走了 那 你还回来吗 等日后我实力精进 不惧风雷北阁时 再来一许 后会有期了 后会有期了 看来伤势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 嗯 哎呀 嗯 伤势嘛 确实差不多了 不过 我发现你每次借用我的灵魂力量之后 体内便会留下灵魂残硬 这东西累积多了 可不是什么好事 嗯 使用外来力量 确实后遗症不小 以后还是得谨慎些 嗯 这东西有点棘手 若是老婆处于全盛世期 除了这些小麻烦 根本不在话下 啊 现在嘛 就难喽 我记得 老师留下的丹方中 似乎有能够清楚灵魂印记的 找到了 哦 没想到连这等丹方都有收藏 哦呀 我对你老师可是越来越感兴趣了 然后若有机会 定带老夫去见见他 清魂丹 六品丹药 有温养灵魂之效 亦可清晰体内不属于自身的灵魂之力 等级倒是不低 不过应该拿炼制出来 材料以后也得多多留意才是 灵魂尽舕海 参逐琴陽 呃 人老了就是容易犯困 年轻人自己研究吧 老夫可得去补个叫了 好 虽然完整的功法凑齐了 但文字无序 晦瑟难懂 难以参动这萧远之法 暂且就先记下吧 如今得罪了风雷阁 还是先避开风雷阁身为万回 再尽快去和小医间他们会合 看一看 此地距离天北城颇远 应该还算安全 眼下需要先寻找到有空间虫洞的城市 这位兄弟 这附近可有卖地图的商铺 在那儿 东西了 大人 您要买地图是吗 恰好我这儿也有啊 而且制作精良 您不妨看看 大人 您别看咱这是小本精英 但东西的质量绝对包您满意 那给我来一份完整的北域地图 得嘞 您过目 看着还不错 怎么办 只要三万金币 三万金币 大人 我看您面生得很 应该不是这画古城的人吧 难道也是为天目山脉的天山血潭而来 天山血潭 您不知道 那是想得多想啊 毕竟每隔三年会有诸多年轻强者 为了天山血潭那份机缘而来 好 小兄弟 能否详细说说 这天山血潭哪 据说能够洗碎法骨 助人突破瓶颈 甚至啊 能帮助斗皇巅峰 紧急至斗宗哪 那是极为神奇 若所说属实 那天山血潭倒还真是有着不小的吸引力 正好这天山血潭将在不久后开启 最近买天目山脉地图的人也特别多 若是您也感兴趣的话 我呀 这里正好有画古城内最后一份天目山脉地图了 我就便宜点让给您 加上之前的北域地图啊 您就给我这个数就行 哼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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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nters 风雷阁万剑阁以及其他一些势力 都派了核心精锐前往天目山外 看这模样 明显是冲着天山血潭而去的 啊 有了这些大势力掺和进来 血潭的十个名额 只怕是没攒人什么事了 这天山血潭 居然对风雷阁这种势力都具备着吸引力 有些麻烦了 我还听说 风雷阁的那位凤小姐 已经被内定为风雷东阁的下一任格传了 而且他此次也会来参加血潭之争 还有那个万剑阁的唐英啊 一身剑法通拳实力很是不弱 若是他们二人相应 不知谁胜谁负啊 这二人虽强 但与近日那名叫萧炎的人相比 似乎也略有不及吧 萧炎 那小子一人抗衡风雷北阁三大斗 还击杀洪家老祖 来来来来 这边 实力确实恐怖 不知能否一坐 萧炎 小心些 此人实力极为恐怖 阁下想坐就坐 在下正好要走了 你连风雷北阁三位长老部下的九天雷狱阵都不怕 难道还惧怕老夫不成 是吧 萧炎 是谁啊 听到吗 这是萧炎啊 是萧炎 是 听着啊 他就是萧炎 那另一个是谁 他就是了 不知道啊 看这情况 阁下究竟是谁 老夫 废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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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雷北阁阁队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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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 是 是 果然是一火 不过以老夫的眼力 竟无法看出究竟是一火榜上的哪一种 小家伙 你逃不掉的 这老家伙是如何寻到我的 这段时间 我一直在深山老林中赶路 不可能会被风雷阁的人发现 他的势力 至少是八星斗走 难以正面抗衡 除非是用毁灭火炼 但那可是最后的保命手段 那老家伙 没追上来 老夫说过 你跑不掉的 好可怕的速度 你究竟想干什么 交出三千雷幻神 即便你凑齐了四卷 也不可能修炼成功的 我把三千雷幻神给你 你便放我走 你方才的那道碧绿色火焰 应该是融合而成的一伙吧 真是没想到 还有能融合一伙的功法 老夫对这功法也颇感兴趣 你若能一并交出来 或许我可以放你离去 别指望你身上那个灵魂体了 今日他也保不了你 好大的口气 若老夫处于全盛时期 你还有胆站在我的面前 没想到光是灵魂体都有这般实力 想必生间定是斗尊界别的强者 不过世间只是没有如果 不管你生前何等风光 现在只是一具灵魂体而已 小子 识相的话就乖乖交出三千雷换身 和你所修炼的功法 曲曲八星斗总也敢这般张狂 硝烟 我来拦住他 你先走 放心吧 只是拦住他一会儿而已 这一点老夫还是有自信的 我那枚纳剑上有我的灵魂印记 但我摆脱他再与你会合 今日不论你这灵魂体如何阻拦 那小子 都逃不出老夫的手掌心 这家伙竟然达到了自身斗气 与天地能量互相呼应的地步 老夫倒是多年未与人交过手了 今日便让我来试试你的手段 这老家伙 先前似乎能锁定我的位置 只怕就是这四眷眷州 才暴露我的方位 堆吧 先前伯 那家伙要不了多久就会追来 前伯 你没事吧 我能有什么事儿 那您的脸 脸什么脸 那老家伙也比我好不到哪儿去 你赶紧跑吧 我就回你一下 你 被发现了吗 没想到 我这小子居然连这档宝贝都舍得放弃 不过想这样就将我甩开 你恐怕是小看老夫我了 三千雷换身 小心 小心 不用硬拼 拖住他们就行 放心 那老家伙 应该是去追那四眷眷州了吧 那东西果然有问题 他的气息确实是朝着另外的方向去了 看来是摆脱掉 小心 老夫说过 你逃不出我的手掌心 哼 看来你是不想要三千雷换身的卷轴了 卷轴会回来的 你 也逃不掉 这家伙的气息跟之前比弱了很多 现在的他 顶多也只是一名六星斗宗 三千雷换身 他是废天的分身 看来你对三千雷换身有些了解啊 前辈 恐怕得老将您尽快解决他 若是等到那本尊赶过来 想要逃脱就难了 这分身的实力明显不是前辈的对手 看来这是为了铲住我们 我非天的速度 恐怕要不了多久 便能追上郡舟赶过来 这分身是灵魂所明 这分身是灵魂所明 前辈 将您的力量寄给我 好 不 不 请不吝点赞 许 许多星 可死 竟然是那卓手灵火的远波星炎 它怎么会有 盐 盐 不 小子 老虎听着取我姓名 没想到 误打误撞之下 他的灵魂气息 竟然能让我解除三千雷换身 老家伙 多谢馈赠了 终于摆脱那家伙了 这飞天的实力着实强悍 恐怕只有毁灭火炼 才能对他造成危险 可现在有的化身火 也只够施展一次了 得找个实际 好好修炼一下冬炎君 三千雷换身 以前的三千雷动虽然玄妙 却远不及废天 施展的三千雷换身那般 凝聚处的分身 具有自主意识 而且 三千雷换身需要三千雷动 修炼到最高层次 方有几率凝聚而出 此功法 对灵魂的要求极为严苛 怪不得风雷阁里 也很少有人能修炼成功 入威 灯堂 大乘三个等级 每一级差距极大 若能修炼大乘 实力能与本体相当 那飞天的分身 应该是灯堂境吧 否则即便我有远落心眼相助 也不可能如此轻易 将他的分身击溃 以星御星 魂流于影 看来 必须要在残影出现的那一杀 将一丝灵魂流于其中 只是 那时速度迅猫 怎么可能来得及在其体内留下灵魂 一次不行就一百次 一百次不行就一千次 定要将之修炼成功 二百次 这三千雷洞倒是越来越熟练 但是分身的凝聚还是不鲜 这地阶斗技果然不是那么好修炼的 天木山脉也应该快要开启了 我得早日动身才行 这次来的倒是挺快 小子 伤我子民 夺我离火 简直罪无可输 今日你休想多着走出这片森林 你说你一个战胜为王的统领 何必热了一枚无将弩 苦苦追杀一旁 这样做 其实是有自己的身材 小子 你只会躲吗 你个不是死活的敢偷袭老子 成 成功了 多谢了 看在你帮了我一次的份上 便让你继续安稳地做你的山大王 你小子 别走 天皇妖翅 天皇妖翅 你认识他吗 天妖皇族若是知道你炼化了他们族人的翅膀 恐怕这世上就再无你容身之地了 来 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 小子 你算什么东西敢这么跟老子说话 不 你我识相就趁早给老子把无将果交出来 不然的话 天妖皇族在魔兽界的食物链中 属于真正的顶尖层次 常年的天妖皇大多是在七阶 其中的佼佼者甚至能达到八阶的恐怖地步 这一族的数量虽然不多 但在斗鸡大陆上的地位却很高 天妖皇族的人 在临死前都会回到其族内的祭坛中等待死亡 因此 其身上的一切东西 外界都是极难获得的 即便得到了 若是被其族人发现的话 那下场 看来当初的那句神秘干尸 便是这所谓的天妖皇族之人 此言的血脉能够压制天妖皇的精血 其本体必然不简单 这魔兽界中 还有其他族群能与这天妖皇族抗衡 呃 据我所知 有两个从远古便存在的族群可以抗衡他们 一个是九幽帝鸣鸣 另一个是太虚古龙 这两个种族也极其恐怖 特别是太虚古龙 十分神秘 据说他们能够随意在虚空中穿梭 是最完美的旅行座起 最为可怕的是 听说这太虚古龙 是以天妖皇为时 在虚空中穿梭 难道子言他属于这支族群 毕竟他的一些能力 就与空间有些关系 不要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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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还给你了 另外 今天的事希望你能保密 否则 您放心 我苍狼王的嘴可是最严的 不过我还是得提醒你一句 千万别被天妖皇族发现古异 否则他们不会轻易放过你 看来这古异 不能轻易在人间显露了 这分身的实力 应该还支持窦灵界别 下一步便要将风雷之力融入进去 并加以锻炼 当年修炼三千雷洞 虽然从雷云中吸收了一点风雷之力 但远远不够用来锤炼分身 笨蛋 谁说一定要用风雷之力吧 那只不过是一种锤炼方式而已 用其他的能量依旧可行啊 比如你体内的异火 可比那风雷之力强横多了 尤其是那陨落星炎 你若是能够将它融入分身之内 日后即便遇到能克制灵魂的奇异能量 也丝毫不惧 如此一来 灵魂分身唯一的缺陷也弥补了 可这陨落星炎本就是灵魂克星 灵魂分身与其一接触 不是会直接被炼化掉吗 唉 年轻人 世间之事大多都是富贵险中求 不拼一把又怎么会有收获呢 再说了 云落星炎已经被你彻底炼化了 你什么时候见到它 对你的灵魂造成反噬了 我认为可以试试 好 那就试试 先静下心来 压低星炎的温度 试试找到分身能够承受住的温度极限 再逐渐提升温度 达到锤炼效果 这分身的锤炼果然困难 想要大成 都只得等到火年马月 你小子知足吧 你我对废天那分身的观察 想必他至少锤炼了五年以上 你短短两月就能与之相等 还不满足 嗯 短短时间 那天木山脉快开启了吧 想必那地方早就人山人海了 若是再不动身 你可就连汤都喝不上一口喽 嗯 嗯 啊 鐵木山脉当真名不虚传 嗯 果然是来了不少人 恐怕后方的森林状 为先生的人更多 又来一个 这都快没地方落脚了 一个个闻到点田头就冲 也不看看自己什么实力 整个山脉外围现在挤满的人 咱这还算宽敞的 这天山血潭三年才开启一次 谁不想进去泡泡 说的也是想必那些大事 这上面还有人 是七层一鹤 是不是凤雷阁那位凤小姐的坐骑吗 凤雷阁竟然把她给拍出来了 据说她是凤雷东阁年轻一辈中 成为阁主几率最大的一位 那这次天山血潭三年 十人的命恶劣定然有她了 哼 那可说不准 这天目山脉有能量潮汐压制 族门内的强者无法忍守 只能依靠自身实力 中州藏龙卧虎者可也不生命了 天目山脉 确然还能陷着实力强的人进入 难怪没看到废天的老妖怪的身影 先看我出这位凤小姐的实力 想必她身上有能周眼齐齐的期望 算了 只要不来寻我的麻烦 我也懒得照着她 穆长老 这次其余三阁 可曾有人前来天目山脉 哼 怎么可能不来 万剑阁的天群剑唐鹰 黄泉阁的王辰 星云阁的木青鸾 皆被派出 看来这一次的血潭之争 倒是热闹得紧 小姐 阁主临行前说了 凡事小心一些 多留一个心眼 毕竟此次天山血潭 吸引了不少北狱的年轻强者 例如 那位叫做萧炎的人 小姐对于北阁主的实力 也是有所了解的 此人能从北阁主手上逃生 不可轻视 不过是借用他人力量的家伙罢了 哼 天目山脉内 能量超过限制 便会受到压制 大家只能各凭真本事 他自然也成不了气候 终于要开始了吧 大神 海西伸 も 二十四 大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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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å 哇 好 booty 不愧是中州 如此袭警 其他地方哪有眼赴桥牵 这次就顾且试一试 自己在中州年轻一辈 究竟能达到什么位置吧 两位长老 好 你们便留在沙漫外 接下来的 瞧给我便好 是 那 那是凤京啊 小仙人一步 得看看你有没有那个实力 多谢凤小姐助力 三千雷斗 是 亏 正 凤小姐 不过是快了你一步 就这么穷追不舍 咄咄逼人 真不愧是风雷阁的人 破掉我风雷阁的九天雷玉阵 还能从北阁主费天手中顺利逃生 果真名不虚传 是吧 硝烟 硝烟 她就是那个击杀了沈云的硝烟 那是你们风雷北阁咎由自取 若是你想帮他们报仇 我定会奉陪到底 好狂的口气 现在我也懒得跟你浪费时间 等你到达血潭 我们再来解决这些恩怨旧账 当然 前提是你有实力到达那里 怎么走啊 可惜了 没打起来 走了走了 也不知道这两个人真正搅起手来 谁能更上一筹 等到了目的地 这两人恐怕会有一场恶战 依我看 现在不过都是想保存实力罢了 这地图根本就不管用 武器这么大 东南西北都分不清 哪找得到去天山血潭的路 那是什么事 你不想再帮你 不可以帮我 这些人 你不想再帮我 我看这些人 你不想再帮我 你不想再帮你 我看那里 我看这些人 我看那儿 自己的路 六戒魔杀 快点出击速度 阁下是否看够了 路过而已 阁下不用紧张 在下万剑阁唐英 瞧阁下有些面声 不知 他便是唐英 硝烟 硝烟 最近跟风雷阁闹得火热的那个硝烟 只是有点冲突而已 小打小闹 小打小闹 可引不出废天那等老怪物 看来这场血痰之争 又多了一个劲敌啊 好了 现在不是聊天的时候 希望在天山台 能再遇见阁下 到时或许有机会可以合作 天山台 不是说合作吗 你倒是告诉我天山台在哪儿啊 此地的能量如此浓郁 想必离天山血痰不远了 看来方向没错 抓紧时间 追上前面那些架子 万行剑 拉兰依然 快点解决吧 识相的话 乖乖把通灵白狐交出来 否则 辣手催花这种事 我们可不是没干过 做梦 动手 小心 好 挖地毁老 就等了 不 摸辣蝶 没有 叶鲁 览 好 的话 不 地灵门的土龙之法 才算有些门当 在下地灵门黄天 此事与阁下无关 还请不要多管闲事 你们这么多男人 联手欺负一个女孩子 说出去 也不怕丢了地灵门的脸 你们这么多男人 联手欺负一个女孩子 说出去 也不怕丢了地灵门的脸 小 萧衍 没事吧 没事 多谢你出手相救 看来阁下 这是想要英雄救美了 现在立刻离去 我也不为难你们 口气还真不小 兄弟们 上 几年未见 我还是被他远远甩在身后 实力不错啊 你叫萧衍 与风雷阁起冲突的就是你 萧衍 小心一点 他很强 他们为何要对你动手 为了通灵白狐 此灵我能免疫前方迷阵 对视线和灵魂力量的压制 并在迷阵中指引方向 之前碰巧被他们发现我拥有此物 便被盯上了 哎 我对你的白狐可没什么兴趣 那几个废物需要而已 我只是受人之托搬个盟 白狐就别想了 你们走吧 这就难办 受人之托终人之事 我王臣可是一言九鼎的 王臣 黄泉哥的王臣 萧衍 要不将白狐给他吧 传闻着王臣 身性是杀 实力早已在斗黄巅峰 放心 好 有魄力 不过 太自信可不是什么好事 虚实少 小心 小心 有 这王臣势力虽强 但对我没有太大威胁 你要我正好压制他的暗术性斗器 难怪能让唐营那般看重 的确有几分本事 今日之事就此作罢 我会在天山台上等你 你没事吧 先找个地方调理你的伤势吧 这次多亏你出手相助 你 你 你也是想去那天山血潭 嗯 虽然以我的实力 想挤进前十 还挺难的 不过来一次 也算是历练吧 此次血潭之争 抢手如鱼 你老师怎么会放心 让你一个人前来 我总不能事事都一来老师 想要变强 必须靠自己 这几年 你们在中州还好吗 这些年 老师带着我走走停停 遇见了许多人和事 过着随遇而安的生活 老师说 心静了 人生才会风轻月鸣 那就好 我也要去天山血潭 你可以跟我一起 不会拖累你吗 我对天木山脉一点也不熟 你在的话 我也能省心不少 嗯 那走吧 快到弥阵了 我们有通灵白狐 倒是不用担心 嗯 不过越靠近天木山脉深处 我们越要更加小心 特别要注意 不能得罪这里的原著名 世金蜀族 魔兽家族 实力如何 世金蜀族 虽然大多是二三间魔兽 但数量极其庞大 他们组长的实力 也是堪比六星斗宗的强者 进入血潭的十个名额当中 世金蜀族占据其二 这么说 只有八个名额了 这也是没有办法 毕竟世金蜀族 占据着地利 看来世金蜀族 确实不宜招惹 真是憋屈 不行 我们直接进去 试上一试 别想了 这迷阵极其诡异 没有通过之法 进去也是送死 难道咱们就这样 两手空空地回去 我可对不起这人 就是 这 黄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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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 这是 是 黄尘 哟 护花使者还真称职啊 竟一路护送到了这里 小妍 你该不会是看上这女人了吧 关你何事 哦 对了 忘了提醒你 那女人身上 能看穿迷阵的通灵白虎 可是个宝贝 一定要看好了哟 啊 通灵白虎 救星斗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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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近十米范围城 杀 八明斗花 若真要动手的话 即便是硝烟 也要再避风了 你 你 你 诸位 血痰机缘就在眼前 错过了就得再等三年 他能耐再大 也挡不住我们这么多人 对 我们家一起上 还不在这女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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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白虎是我的了 你先进去 我再迷这门口等你 嗯 我再迷这门口等你 嗯 拦住他 解分 是浪拳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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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子 手段平衡啊 居然把这些家伙 全部收拾掉了 不过 你将这里弄得那么乱 难道就想一走了之 道宗 这天魔山不是实力过强者 不能进入吗 嗯 莫非他是 嗯 嗯 晚辈萧妍 拜见世金蜀族的前辈 嗯 嗯 嗯 小家伙 眼光还不错嘛 小子鲁莽了 这些气球丹用来恢复斗气 效果还不错 还望前辈无怪 啊 嘿嘿 小家伙啊 我第一眼看见你 就觉得顺眼 没事儿 这地方我会让人收拾的 那便多谢前辈了 哎 老夫名叫金蛊 别叫什么前辈 小家伙 你是炼药师吧 嗯 炼药师 对我们魔兽一族来说 实在是稀罕哪 行了 你先进去吧 有那小女娃的通灵白虎 通过迷阵 不成问题 多谢金蛊前辈 嗯 若这个小家伙的炼药水平 能达到我们的要求 倒是能省去不少麻烦 灵魂力量竟无法扩散 这弥阵果然疾重 啊 是我 这弥阵 能阻碍视线和灵魂力量 不过 我们有着白虎隐喻 想要出去并不难 走吧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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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下好了 剩四个名了 没想到 今年四方阁同时把他们几个派了出来 真是倒霉 呸 那小子 不会连这天山台都倒不了 请诸位做好准备 创官即将开始 果然是高看的 是 抱歉 来晚了 这是谁啊 这是谁啊 希望没有耽误闯官 哎 这人是谁 赶得倒挺强 嗯 不认识 我只知道啊 又多了俩人抢那四个名额 不过 这小子看着挺面熟啊 好像在哪儿见过啊 是啊 到达这里都如此勉强 凤雷北阁 竟然连这种废物都解决不了 等血潭之事了结 帮北阁勤了他 老夫侍金蜀族组长 金石 各位既然能到这里 想必都不是寻常之辈 也清楚天木山的规矩 只有通过了我族所布置的关卡 才有可能得到另外八个名额 这次的关卡并不难 只需各位在半个时辰内 抵御这实体上的水潮音波 顺利抵达山顶便算通过 书潮音波阵 这 世金蜀族的音波攻击 可是出了名的厉害 世金蜀族最擅长的 就是音波攻击 能无视斗器防御 如此庞大的音波齐发 恐怕斗皇都难以支撑 看来此次能够通过的人 不会太多 音波攻击 倒是与师虎最近音波有相似 能否顺利通关 就看诸位的本事了 闯关 开始 提醒诸位 你们总共只有半个时辰 过时不后 你少了 你看 他们少了 金石前辈 画骨门狐崖 狐城 前来闯关 金波阵 会随着人数增加而增强 你们可想好了 啊 他俩的势力 竟然毫无招架之力 想去试试 换成是我们 估计下场也不会好多 这音波阵 果然极瘦 待会儿你用斗器堵住双二 跟在我身后 是金属的音波 能直接侵入大脑 就算我堵住双二 也没有用的 我能走到这里 已经是极限了 你不用顾忌了 音波斗器 能否成功 我试试怎么会知道 这般蛮床肯定是不行的 得动动脑子了 下一位 是金属的音波 能直接侵入大脑 就算我堵住双二 也没有用的 我能走到这里 已经是极限了 你不用顾忌我 音波斗器 能否成功 不试试怎么会知道 哼 这般蛮床肯定是不行的 得动动脑子了 下一位 我来 有戏 我怎么没想到 哎呀 这这 看看看看 凤青儿要上了 是 风雷阁凤青儿 见过金氏前辈 此行离开前 哼 家师让我带他老人家 向您问声好 嗯 多谢雷尊者牵挂 日后有机会 定去封雷阁一叙 开始吧 好快的速度 不过带着燕燃 我的速度 凤青儿 恐怕已经将风雷阁的三千雷洞 修炼到最高级的前辈 凤青儿 凤青儿 闯关成功 万剑阁帝子唐鹰 拜见金氏老前辈 嗯 来吧 四方阁果然名无虚传 培养出来的弟子 个个都实力不俗 难怪能在中州 拥有着 非凡的地位 好 皇冠成功 下一位 我们也上去吧 嗯 黄泉阁王臣 见过金氏老前辈 开始吧 嗯 暗属性窦情果然诡异 黄泉阁不愧是四方阁之一 这王臣的实力 恐怕比寻常窦皇巅峰 还有强盛不少 闯关成功 下一位 新允阁穆青鸾 见过金氏前辈 青鸾小姐 如今已是年轻一辈中的 巧楚 你的家族 让你拜封尊者为师 是个正确的决定 封尊者 他竟然是封尊者的弟子 没想到东转一圈 得来全部费功夫 银波斗机 居然这般轻松 是 是 倒是忘了 这银波攻击对青鸾族而言 并没有多大的效果 下一位 时间快到了 这消炎真沉得住气 只怕不是沉得住气 是没有这个能耐闯关吧 晚辈硝烟 拉兰燕人 见过金氏前辈 哎对对对 他就是那个 被封了一个通缉的人 没想到 连费天都没能成功勤住的消炎 竟然也来了 没想到 此事竟也传到了前辈这里 你确定要带一个人 要不 你一个人上去吧 带上我会拖累你的 金氏前辈 我们可以开始了 嗯 你跟在我身后 可以减少部分银波的攻击 嗯 你跟在我身后 可以减少部分银波的攻击 嗯 如今的你 我已经忘成默契 逞能之辈 只会害人害己 别太早下定论 硝烟实力不弱 只怕 还未展现真正的本事 你也太看得起这小子了 依我看 他早就山穷水尽了 他就是硝烟 真人年龄虽然不大 但他能从废天手中逃生 肯定是有些真本事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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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千雷洞 果然如传言所说 硝烟不知从何处修炼了风雷阁的三千雷洞 嗯 肖小之徒而已 哼 嗯 我倒是要看看 他如何带着人冲出蜀巢阴波阵 嗯 你一个人闯着半 我不想拖累你 你再坚持一下 我说过 我会带你冲冠 我会带你 我会带你 啊 啊 好 走 死狐 碎金鱼 狼相 这 怎么可能 这小子居然还有这一手 给他这么一杠 这银波这个威力可要被削弱不少 倒是便宜了后来的人 传官成功 下一位 你没事吧 谢了 恭喜 多谢 小妍 你的三千雷洞修炼到什么境界了 看刚才这速度 恐怕与风雷阁某些佼小者相比 也不遑多让 慕青鸾 成口舌之快可不算本事 等三个月之后的四方阁大会 让我来试试 你这些年是否有所精进 我也期待着呢 也不知道 这次你还有没有上次那么好运 是不是运气 你自己心里清楚 看来四方阁 也并非想象中那般和谐 慕小姐 能否介意不说话 我马上回来 说吧 你有何事 请问风尊者 可是慕小姐的老师 这事不少人都知道 你要问的 不会就是这个吧 那慕小姐可知道 尊师风前辈在何处 你究竟是谁 为何要找老师 故人之徒 奉师命前来寻找风前辈 至于是哪一位故人 现在不太方便说 老师喜欢云游 平日很难寻见人影 不过 你若真想找老师 便在三个月之后 去风雷东阁吧 风雷东阁 害怕啦 我可不是在动你玩 三个月后 便是四方阁大会 这次的举办地点 在风雷东阁 我们星云阁自然要到场 到时老师也会去 三个月后吗 多谢慕小姐告知此事 你不会真打算去吧 到时候风雷东阁 阁处可会到场哦 你要自询死路不成 放心吧 我有分寸 是你执意要去的 可怪不了我 不过 你若真是老师 故人的弟子 或许到时 他会帮你说情的 没其他事 我就先过去了 终于有风雷者的线索了 小妍 辛苦前辈 创关已经结束 你跟我来一下 金石前辈 小家伙啊 你可知道叫你来的原因 若是没猜错的话 想必是为了金石前辈 体内的伤势吧 看吧 我就说这小子 绝不是寻常的练药师 你能看到我体内的伤势 可有办法医治 怎么样 火毒入体 而且是深入骨髓 如此严重的火毒 在下还是第一次遇见 想要驱除 极难 当然 也不是说完全没办法驱除 真的 你真能帮我驱除天山火毒 方法十分凶险 并且以我目前的实力 小岩先生 如果我让你顺利进入斗宗 你能否彻底驱除我体内的火毒 好 其实 天山血潭助人突破之效 只对在斗皇巅峰待了一段时间的人有作用 小岩先生刚进入九星斗皇 想要借此突破到斗宗 难度不小 那京师前辈所受之法是 天木山顶的火山口 是整座山脉 能量最为浓郁的地方 那其中能量最为精纯的 便是这血潭之底 我试今蜀族耗费无数心血 才将此地开辟而出 也正因为此地 老夫方能在极短的时间内 修炼到了七行斗宗 可惜 血潭之底精纯的能量 重斥着火毒 负责我族的实力 此乃我族密地 你若能在此处修炼 必能突破之斗宗 前辈体内的火毒 便是来自那血潭之底吧 以前辈的实力 都无法抵挡那火毒的侵蚀 或一个九星斗皇 岂非更加凶险 你身怀一火刺灯 天地至宝 这火毒奈何不了你 这是开启血潭底部 空间结界的信物 这笔交易 你看如何 好 等小子从血潭之底出来 进入斗宗级别后 定帮前辈 驱出体内火毒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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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血团之后,就是各凭本事了 希望到时候,你可别被我落下太多 你还是先担心会不会被硝烟落下吧 毕竟,她的三千雷洞可一点都不比你的差 她迟早会死在我手里 女人哪 进血团的名额只有八个,现在却有九个人 依我看,实力最弱的那位,不如主动退出吧 为了天山血潭,成为他人的龙中雀 任人玩弄可不划算呢 我是硝烟带上来的,只有她能让我主动退出 你,没资格 现在,名额刚刚好 很好,这样你才要被我杀死的资格 借人之力在前,暗中偷袭在后 你的本事也就只有这些了 我的本事,确实远远不及你们封雷阁 为了对付我一个小角色 你们可是什么手段都使出来了 朵飞是天山血潭即将出现 我倒是很想试试 在这天木山,不借助外力,你能有多厉害 凤小姐想试的话,随时奉陪 没事吧 现在,也是进入血潭的最佳时机 动身吧 进入血潭后,切记不可深入 以免被火毒蜻蜕 嗯 你若先修炼结束,不用等我 我可能会在里面待很长时间 好 嗯 火毒 啊 耶 啊 哼 哼 啊 哼 好 沐青鸾 敢抢我的东西 风雷斩 剩下这点就赏你了 你护不住 还要怪我 这些晶石是我的了 可恶 沐青鸾不住站住 看来你的三千雷道还不快啊 小岩下来了吗 再这样下去 这潭水中的能力的金石 可得要被他们几个挂松完呢 这里 便是空间解禁 这火炉的服侍性 竟如此厉害 说得太多 必是逼不过去的 还好有迷惑 不然就算知道这是快谱地 我也不敢来 用危险 走 看来 symptoms 移開 �тя 疯、蠶 失敗 屁打 车里的能量居然对灵魂力量也有增幅效果 这样原地修炼只能被动吸收能量 效率实在太慢 三星灵魂是 三星灵魂 三星灵魂 怎么回事 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动静 难道是焦炼 坦德无厌的骄傲 他是怎么潜入那么深的潭底的 绝不能让他得逞 把这些能量金石都夺回来 火灯太强了 再往下定会本身最伏 小眼儿 已经两个半月了 这一次进入血潭修炼的年轻人除了硝烟以外其他人可都早就离开了 大哥 我体内的祸毒还必须仰仗他出手化解 若今天之内他还没有动静 我就进入血潭之底 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眼下这情形也只能如此了 怎么回事 这小子不会真有突破头综的吧 若真是如此的话 他将是第一位在血潭之内成功突破的人 老师留下的灵魂印记 老师 老师 对不起 弟子无能 让老师受苦了 小家伙 你已经做得很不错了 如此年纪便进阶斗宗 为师以你为傲 再说了 就凭魂殿的砸碎能把老师怎么样 放心吧 小家伙 小炎再次发誓 并会尽快踏破魂殿救出老师 你就是当年那道灵魂之力 走 快走 没想到 连本尊一道灵魂波动都接不住的人 居然能再次来到这里 不过 这还远远不够 小家伙 我会就此放弃 无论前路有多难 我都会闯下来 可惜放弃 才是你最正确的选择 秦天 下一次 我会将老师这些年受的苦 祭祝奉还 老师 请你相信我 是 秦天 怕了吗 若不是殿主看重你的炼药水平 你岂能活到今日 放弃抵抗 加入魂殿 别再幻想你那小徒弟 真的来救你 小眼 为时期待与你重逢的那一天 相信那一天 不会太晚 老师 等着我 你可是这血潭中第一位突破斗宗的 若非两位前辈提供修炼之地 小子想要突破恐怕也是极难之事 我那位朋友怎么样了 你那位朋友倒是等了你一段时间 不过没等到你出来 便也走了 此次有劳硝烟先生出手 为我驱除火毒了 前辈客气了 作为另外的回报 我们士金蜀族将会视你为一辈子的朋友 提供任何你想要知道的情报 我们这只士金蜀族啊 在魔兽界中还有着白小生的称号 你想知道什么 我们定知无不言 不知道金谷前辈可曾听说过谷足 小炎先生 怎么会突然提起谷足 莫非是与他们有什么矛盾 矛盾倒是没有 只是想知道一些与谷足有关的消息而已 嗯 那就好 说起谷足 他们可是放眼整个中周 就连魂殿 丹塔 或者魔兽界的三大远古家族 都相当忌惮地存在 至于原因嘛 谷足是自远古便传承下来的姓氏家族 据传他们拥有着斗地血脉 斗地血脉 嗯 传说若能达到斗地之境 其后四也将拥有得天独厚的修炼天赋 好运者甚至能继承斗地血脉 放眼斗气大陆 能与传承斗地血脉的古族相抗衡的势力 一寥寥可赎 古族背景竟如此强大 难怪勋儿要我不入多宗界别后才能寻他 哎 哎 哦 金石他这样 没问题吧 这是正常现象 这是正常现象 哦 金谷前辈 可知古族在何处 古族的势力主要集中在中州东域 族中之人大多居住在古界 至于古界具体在何处 我便不知情了 古界 嗯 斗圣皆别的强者 撕裂虚空 开辟出一方独立空间 其强大之处远非你我所能想象 那古界便是由古族历代斗圣强者构建而起 经历无数年的加固与扩张 其面积定是十分辽阔 嗯 救出老师后便去一趟古族 嗯 嗯 我知道的只有这么多了 嗯 多谢金谷前辈 金谷前辈体内的火毒已经去除 剩下的就是好好调养吧 多谢萧炎小兄弟 两位前辈客气了 既然事情都已经解决 不知道萧炎小兄弟 接下来有何打算 接下来我要去一趟四方阁大会 嗯 这次四方阁大会是由风雷格举办 萧炎小兄弟一定要小心哪 那凤卿儿通过这次血坛实力也达到了斗宗 可是这届四方阁大会的夺冠热门 放心吧 两位前辈 小子自有分寸 嗯 斗宗界变的速度 果然不同寻常 没有动用古异 也能这么快离开天空山脉 风雷东阁 倒是挺远的 得加个速度 好浓郁的风雷之力 这四方阁大会 倒是吸引了不少人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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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呢 你也来了 这些人实力都不容 被小子踩到这里 就遇到了风青儿身边的两名长老 要是在这里被他们认出来 怕是无法再见到风尊者 快看快看 第五招 只要接下这招 就能参加比赛 快看快看快看 快看快看 可惜就差那么一点 不通过 能接下老夫五招者 便可由此路去参赛 当然 若是前来捧场观赛的 请从左边十道登山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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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行目的只为寻风尊程 还是低调行事 尽量避免暴露身份 下一位请上台 这位朋友 我看你已经达到参赛资格了 为何不来试试 这 谁啊 不必了 我来此也只是寻人而已 对大会 没有兴趣 这小子看起来平平无奇 竟已是个高手 谁家伙 你太嚣张了 此人有什么不对吗 嗯 不知道 我也只是在他踏入石道的时候 感觉我的火属性能量 不度为下来了 多半是错觉吧 多半是错觉吧 іс 從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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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 红雷烈烈 一力中中 红雷烈烈 一力中中 红雷烈烈 一力中中 红雷烈烈 红雷尊者 红雷烈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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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烈� 哈哈哈哈 賤尊者 這一次你倒是來的快呀 賤老頭還是這副臭武器 我去尊者 看來你對當年的那場比試 還是心存不滿的 皇權尊者 雷尊者 當年老夫只是惜敗於雷尊者 但比起某個在封尊者獸中 僅支撐了百餘回合的人 卻是強上不少 這老傢伙明明速度最快 卻喜歡最後一個道 好可怕 對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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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名尊者都來了 真可為群英匯聚 也不知這次大會生意 他不是封尊者 說封尊者 真是重情中義之人 那將是助我解救老師的最大幫手 今日是四方閣盛會開幕之日 雷山聖帝乃我封雷閣所在 本尊在此感謝諸位遠道而來 為雷山捧逞天光 大會即將開始 望諸位遵守規矩 不要行出閣之舉 奉雷諺諺 一令中招 奉雷諺諺 一令中招 奉雷諺 本屆大會篩選而出的參賽者 共有五十三人 老規矩 眾人敬禁 不可對投降任輸者在動手 任輸者離場 剩下的生死不論 絕逐四強 現在請參賽者入場 是啊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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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風雷閣的人呢 風雷閣怎麼沒人來啊 就是我風雷閣 是啊 是啊 既然人已到齊 大會比賽便正式開始吧 開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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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誰 仗里人多勢眾 敵人太甚 世 simplyINA 怎麼這麼大一拳 你我都沒有勝算啊 向別黨 uanci公 全打 conditional 我們聯手吧 哎呃 Chance 人数太多 容易互乱出局 到时候 恐怕连逃跑都是问题 我们有凤青二世纪 这次的四方阁大会 必然是我们第一 那要握过我们万剑阁同不同意了 星云阁还没开口 有万剑阁算什么东西 打呀 不带打呀 这下螳螂捕蝉 我们却再靠 这下螳螂捕蝉 我们却再靠 你们还没资格挡我的路 可恶 竟完全看不到他的实力了 雷尊者亲自调教的弟子 果然不一般哪 蜂雷阁真是深藏不露啊 这届大会 应是蜂雷阁胜算最大 哈哈 蜂尊者过誉了 你那女弟子 也不是凡族之辈 若是施展天轮血奈之力 也是天兄一辈中的翘楚啊 王臣实力不及这几个 看来这次大会 黄雷阁又会垫底了 不愧是中城 如此年轻的都黄乔城 只是四方可大会 便吸引了如此之痛 黎雷 这家伙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几年不见 黎雷竟然也达到了多黄层次 看来这些年 他也有所奇遇 这家伙的身法 似乎很奇妙啊 就是 这左摇右摆的 层了好像是鸭子 看来 神叶这家伙 竟然还在其中 不对 唐溪不再委屈的灵魂 不好 射圈套 不认输 这就认输了 我可才热身呢 你 不要脸的混蛋 这就是你的遗言吗 怎么这样 你想干嘛 又死在这里了吗 你这家伙 来这种地方掺和什么 别出声 你怎么也来中州了 来者何人 还为何干扰大会 此人无视大会规则 对认输者继续下杀手 诸位不去找他 为何还来问我 一个依靠运气 闯到这里的废物 杀了就杀了 用什么了不起 黄泉阁的人看来 也就这般素质 你能留到现在 不过就是靠着偷袭 这等苟且的手段而已 有何可嚣张的 这小子真实不知死我 敢得罪黄泉阁 这人 你是何人弟子 黄泉阁如何 还轮不到你个小辈来评论 连我都看不出他的实力 这小子又古怪 我这朋友事先说了认输 但对方仍想杀手 你是违背了不可对认输者动手的规矩 没尊者尽快解决掉这些小麻烦 不要耽搁了大会进程 两位认为此事该如何 错可 按照规矩办事 冲撞大会举办者 雷杖五十下 逐下雷山 错可不在他 赏罚不明 你这是想让雷尊者顶个不公的名堂 如果王室有看法 那么本尊便给你一个机会 让你与王臣比上一场 你若胜了 便可带着你的朋友安然离去 如何 这老家伙 一点斗尊应有的气度都没有 这王臣实力很强 若是不敢应战 那就给家师磕三个头谢罪 再败我为师 此事便作罢了 否则你们走不掉 别冲动 放心 那远出来的人 绝不会低头 要站便站吧 王臣已是半只脚踏入斗宗 那小子有些古怪 正好给王臣练练手 雷尊者 讓他們佔用一點大會時間吧 是 此事因你而起 便由你來解決吧 若是未完成 你應該知道後果 師尊儘管放心 此人如我黃泉閣 弟子定叫他付出代價 你心療傷 我這裡要不了多長時間 那傢伙要是敢傷了硝煙 我就是拼了這條命 也不會讓他好過 現在認輸 再磕三個頭 我可以讓你毀下雷山 哈哈哈哈 笑 我會讓你後悔得罪黃泉閣的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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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竟然用尺做武器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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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武器實 竟比一些鬥防巔峰的強手 卻還強得許多 絕不勝王臣 已是半隻腳踏入鬥宗了 好厲害 蠢鬥宗嗎 若是再糾纏下去 恐怕會暴露身份 還是速戰速決吧 你已經失去了最後的後悔機會 快 我原敵武 六合 有神器 這傢伙 竟是鬥宗強者 小炎居然達到了鬥宗層次 此次不簡單哪 王臣這次 恐怕要輸了 還沒結束 勝負未分 演織過早了 有何有神器 有何苦 鬥 鬥宗 鬥宗又如何 我要讓你見識 王泉閣真正的惡夢 王泉謝絕 王泉主師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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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泉主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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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火 这可如此 你用的废用 把他扶下去 在下已经完成约定 告辞 站住 我知道你是谁了 萧妖人 这家伙居然是萧妍 他疯了不想 他竟然真的敢来 竟然是他 没想到他胆子这么大 根本未将我风雷阁放在眼里 萧妍 那个被风雷阁通缉了萧妍 就是一个萧妍啊 就是强中破断风雷 被批了三大长老 副下的九天雷鱼阵 并且从废天手中逃脱的那种 他竟还敢来雷杀 这小子居然就是萧妍 萧妍 这下好玩儿了 有必要冲出去 交给我便是 他便是那个萧妍 天哪 去啦 怎么 被阁堵今日又想对我出手呢 残忆 几个月不见 实力确实有所长进 难怪这么嚣张 再嚣张也比不过你风雷阁 终干你老七小 以夺七少之水 小子 红墨 雷尊者说真觉得小子与风雷阁有证人 你把我自己动手 你等遵截别的实力 小子恐怕连你一招也接不下来 这小子倒也狡猾 几句话便逼得雷尊者无法出手 不要在本尊面前耍小把戏 要勤你 还不需要本尊出手 当然 有非时北戈主见的老前辈在 此人不想雷阁的出手 反正是风雷阁 常干的是 这硝烟令我风雷北戈名声大损 今日说什么 都不能下来放走 哦 可 Bright marting我风雷刚迎向我 把你圈南面来谈吧 啊 啊 啊 果然 壞事 要殺的去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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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狂尊者 這是我奉雷格與硝烟的恩怨 你此番出手 究竟是何意 果子 啊 這那劑 你從哪兒得來的 你與她 是什麼關係 師徒 你需要給我證據 古靈倫火 當年我中毒性命垂危之急 若非她與古靈老火相救 恐怕 我早已暈落 這深入靈魂的火焰 果然是她的傳承 她現在身在何處 老師如今被魂殿所建 魂殿 是 果然 先解決今日之事吧 老夫本名封賢 你是她的徒兒 若你不嫌棄 將我當作你的老師便可 故人之徒 見我瘋了 他和封尊者 是什麼關係啊 嗯 今日之事 交給我便好 封尊者這是何意 雷尊者 有話好好說 雷尊者 今日其他事或許可以依你 但消炎 封雷格不能動 封尊者若是要執意插手 恐怕會連累我們兩格的關係 不必多言 若封雷格執意要取我這徒兒性命 今日兩格開戰 我星雲格奉陪到你 你 對消炎究竟與封賢有何關係 哼 消炎偷學我封雷格三千雷洞 更是奪取了三千雷管身的修煉之法 如因封尊者一言皆過 我封雷格日後如何行事 雷尊者此言未免過於武斷 三千雷洞 只是小子在中州之外的拍賣會獲得 何來偷學之說 況且三千雷換身之法 也已被飛天閣主收回 看在封尊者的面上 此事交與飛天 他們二人決一勝負 你我皆不插手 如何 飛天與硝煙之間 輩分相殺太多 以將凌弱以老妻小 可不是什麼好名聲 封賢老二 欺人開山 真讓我封雷格 怕了你們不成 要我封雷格什麼都不做 就這般放過硝煙 此事 絕對辦不動 快點 咦 既然封尊者您覺得 北閣主倍分高了 那便由輕兒出手吧 若硝煙敗了 必须承诺以后不再使用三千雷 若是轻而白 恩怨一笔勾销 此战前提 是禁止使用他人的灵魂力量 大家有事好好商量 费天辈分远比萧嫣高 让他出手是有些不妥 何不如直接让年轻一杯较量 清儿 你知道该怎么做 子女实力非同反省 不是寻常动作 你可敢应战 硝烟犯牌原始 封面渡气 岂能将封面的锐 和雷的狂暴属性完美如何 难怪你用越境挑战了他 殊努力 在我的认知中 你不断切除外力 来与自己制造生势 不管是之前的魂体 还是如今的风尊城 换句话说 这便叫狐甲虎威 可惜你今日遇到了我 这些手段 都无用果之地 现在如此 让你看看我真正的力量 雅 采凤朝元 有何有甚迟 啊 雷晶 啊 雷晶 封煞臣 小炎 一直 取你命 瓜達 看樣子 那架好像徹底沒了 不愧是鳳雷閣最強鬥技呀 风雷烈烈 毅力终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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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雷烈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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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倒不住硝烟 给东火灵 不过如此 两种异火 群群人类 还没资格在我堂堂天妖皇祖面前放肆 心海昆灵 竟然能将我逼到这般境地 不过也就到此为止了 这凤衣在哪里见到我 本小姐现在就要让你知道 某体的命运 这密法 它已经跋涉到三星斗层 神雷居然能发出正当威亚 这都恐怖的威亚 那少年还是生命堪忧啊 难道是凤卿儿 他是天妖皇祖 天火三星变 哼 就算你也有提升实力的秘法 也不过是垂死挣扎而已 天妖皇祖 怪不得你要亲自出手 为他遮盖气息 能够逼得青儿施展本族秘籍 你那故人之徒 也不是什么寻常之辈 妖皇圣相 吞天哪里 关于你这弟子出了些什么状况 萧园岂不是要得罪整个天妖皇祖 莫非封尊者还真以为那小子能赢 指展本族秘籍的青儿 即便是封雷阁实力强横的长老 都奈何不了他 胜负未分 还是不要往下定路 现在就让我们看看 谁才能笑到最后 是我的速度 竟难以拜托 圣相之力无可躲避 为取到你性命前 他可会跟你一辈子 一可外里的废人 庆人与我共享天才之名 萧园 我倒要看看 你究竟还能坚持多久 来 走 你 走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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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 你 你 你 我们 我们 你 我们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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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小言 果然还是提不过冯卿儿 是啊 凤雷烈烈 他竟能融合三种异火 不愧是你的弟子 所目之下 我已魅无可观 你这普通人类血脉的废物 以为同样的招式 我会对我有用的 不愧是你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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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秀妍 你就和你的虎莲一起回非烟地吧 這妖皇中乃是天妖皇族窦聖先輩所創 一致從遠古傳承下來 只怕是六星鬥宗都難逃 此子怕是只能支撐到這一步了 可惜了 聖像妖皇中必須要血脈之力才能施展 不然我黃泉閣 這劇中的威力竟如此恐怖 凤卿兒 不會是哪個隱滅大宗的子嗣吧 小顏 你那個故人之徒好像不行了 小顏 你瘋了 爺爺 你 好 你 你 怎麼可能 好 這段恐怖的鬥雞 若是我與之對上 只怕連逃命的機會都沒有 不過如此 小顏 去死吧 小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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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 小顏 小顏 你少年怎麼會強到這種地步 小顏 小顏 古人不講 你從其中連 很快 三千雷换身 可惜只是入微级别罢了 小爷 你输了 我不会输 再来 滚 这种感觉 骨黄血精 什么意思 你敢染指天阳皇族的东西 难怪你能施展出那样的斗机 是天阳皇族 小爷敢染指天阳皇族 是天阳皇族 是天阳皇族 是这样 清儿 怎么回事 他身上有我天阳皇族的骨黄血精 比赛输赢乃常事 若因一时胜负而平白无故冤枉人 岂非一笑众人 你虽是天阳皇族之人 但也不要以为这中州 你们可以横行无际 先请我从他身上所感应到的就是我族的骨黄血精 此事若属实 我族必会派出族内执行队出手 天阳皇族 天阳皇族 那些霸道的家伙 凤小姐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在我看来 只是你太在意一场鄙视的输赢 才如此冤枉我 如果你觉得我是在冤枉你 那你可敢让我搜寻你的纳戒 虽说我们星陨阁比不上天妖皇族 但也不是能够任人欺凌的 就凭你一己之言 就要查人纳戒 老夫不答应 整个星陨阁也不答应 不交出纳戒也行 但我必须按照族内规矩 施展一种搜查之术 若是依然没有结果的话 我愿意为此道歉 封老前辈 此事便让硝烟一人承担吧 好吧 既然你执意怀疑我 染指了你们一族的东西 那么便用你那搜查之术 好好搜查一番吧 没问题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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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可能没有 凤小姐 可有结果了 你 你将古宫血跤逃到何处去了 凤青儿 若再胡搅蛮缠下去 休怪本尊不给天妖皇族灭 清儿 今日之事或许是个误会 休要胡闹 这件事不会就这么算 别着急走啊 凤小姐 作为风雷阁的首席弟子 想必不会言而无信吧 这凤青儿还不给人道歉 风雷阁做事为命也太调价了吧 就是就是 原来首席大弟子的气量就只有那么点 今日之事是我凤青儿冤枉于你 还望萧炎先生见谅 这凤青儿冤枉于你们风雷阁的恩怨也该一笔勾销了吧 萧炎 你记忆胜出 看在风尊者的面上 本尊便不再与你计较 不过 若是日后三千雷洞从你这传了出去 那便谁也救不了你了 放心 小子自始知晓 还是雷尊者大量 今日的四方阁大会 的确是风雷阁更胜一筹 我建议这一届的四阁首座之位 还是归风雷阁 既然四方阁大会结束 我星陨阁还有要事处理 先不奉陪了 我们走 秦儿 你先前所感应的 真是古黄血精 绝对错不了 但为何刚才搜查不到 秦儿也不明白 你先将古黄血精一事传回族中 到时候即便是有星云阁阻拦 以天要皇族的势力 要收拾那小子也不难 你受伤了 先找个地方疗伤 消炎到底怎么了 消炎到底怎么了 古黄血精 原来他将这东西藏在一火中 如此浓郁的古黄血精 至少是斗尊截别的天妖皇血脉 才能提炼而出 幸好先前没被搜查出来 不然被天妖皇族知道 斗尊截别的古黄血精落到他手里 怕是免不了一场不死不休的追杀 此事绝不可泄露出去 既然古黄血精已经被逼出来了 为何消炎还这般痛苦 若老夫猜得没错 这古黄血精估计不止3D 剩下的都还在他体内 先前他将古黄血精藏在一火之中 虽然躲过了搜查 但一火的高温 你让血精能量散布全身 如今想要彻底逼出 已无可能 我就不信 能把你提炼出来 还收拾不了你 汇聚一处 一王大一 有效果 这古黄血精果然是提升人体强度的绝好灵药 糟了 古黄血精的能量太过狂躁庞大 说是吸收不稳 可就玩大了 他这是 想靠自己吸收掉古黄血精 古黄血精虽然对提升人体强横程度有极大的效果 可身体若承受不住 恐怕会暴体而亡 一点魔术血精而已 没那么夸张吧 而且有风险没在 肯定有办法救硝烟的 通过外力强行逼出血精 即便能救下硝烟 他也会出现极为严重的伤势 恐怕 不知硝烟是否还有其他手段 目前只能静观其变 你们先去外面戒备 别让任何人靠近 这事说什么来什么 他的身体 明显承受不了这股庞大的能量 可死 又撑不住了 必须强行逼出他体内的古黄血精了 要这个天气 绝对能在我手里出事 是 强行逼出血精会有不小风险 但能保你幸福 真是 可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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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已经彻底吸收了古黄血精 可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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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家伙 亏我这么担心你 给我洪飞这么远 身体被推炼得这么可怕了 跟头魔兽似的 可恨 可恨 小眼 把你知道的和药臣有关的事 都告诉我 老师 那日老师为护我被魂殿抓走 老师他 他落入魂殿之手行 备受折磨 魂殿 老师 老师跟你施不两立 韩风 这个臭伤 他竟敢试试 请暖 立刻传信 统计韩风 老师就让他求生不得 岂不死不能 封老 我早已为老师报仇血痕 韩风现在 也只剩下一道灵魂体 苟延残喘 小眼 你要怎样才可放过我 韩风 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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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猪狗不如的畜生 你居然敢对自己的老师出手 不要 不要杀我 不关我的事 我现在就是药臣 请你们护 不老且慢 眼下还需留他一遍 只有他知道老师下落 对对对 我知道药臣被关在哪里 说 药臣现在被关押在何处 他现在被关在中州西域的名城 那里有魂殿的一座分殿 名城 没想到那里也有着魂殿的分殿 那座分殿一共几位尊老 一位 你真当本尊对魂殿一点都不了解 魂殿分殿 再不计也有两位尊老级别的分殿中阵守 更何况还关押着药臣这等烈药室 韩风 你还是贼心不死 先将那副手收起来吧 或许以后还有用 风老 你和老师早就有魂殿打过交道 当年 我隐约察觉魂殿在进行一个 需要不少炼药室才能完成的庞大计划 后来我和药臣在一次遗迹探险中 与魂殿交过手 恐怕就在那时 他被魂殿盯上了 原来 魂殿这么早就盯上老师了 药臣 莫非硝烟的老师 就是我们星云阁从未露面的阁主 药臣要尊者 阁主 当年药臣 与我一手创建星云阁 这些年虽然他失踪了 但我始终相信 他会回来的 阁主的位置 永远为他保留 就药臣之事不能鲁莽 也不能传出半点风声 不然魂殿一旦转移药臣 要再寻找更加困难 可若是拖久了的话 我会先派人将那座分殿的实力摸清 到时候再动手也不迟 放心吧 药臣的炼丹术对魂殿还有用 他们不会轻易动他的 老夫接下来会先回星云阁 小家伙 你呢 小子想先去参加丹塔的丹会 丹会吗 药臣可曾是丹会冠军 你身为他的弟子 可不能落了他的名声 不过 我想你是为那三千燕烟火而去的吧 正如奉老所言 这中州强者如云 接下来营救老师 必会危险重重 只有尽快得到三千燕烟火 才有与斗尊强者的一战之力 这星云你拿着 之后若遇到解决不掉的麻烦 捏碎它 老夫就会凭借着感应找到你 多谢风浪 万事小心 今天 药臣能将焚绝交给你 足以见得 他对你的重视 于我而言 老师早已和父亲一样 若是没有老师 就没有如今的我 就算拼了我这条命 也要救出老师 药臣没有看错人 我会尽快打探出魂殿在明城的实力情况 也会联系与他交情不错的强者 倒是同去营救 小子替老师 谢过风浪 好了 时间紧迫 就各忙各地去吧 若是遇到解决不了的麻烦 记得捏碎星月 硝烟谨记 药臣 这么多年 总算有你的消息了 我一定会将你救出来 这便是柳青所在的天皇城 小爷 你等等我 飞这么快 你这不是欺负人吗 嗯 拜托 要不是等你 我和柳青早喝上了 你这家伙 哎 听柳青说过 这天皇城内的空间蟲洞 能直通丹月 他们柳家 便是这蟲洞的掌控者 不过 这片区域方圆几千里真正的霸主 则是三谷之一的焚岩谷 焚岩谷 这天火三玄变 是焚岩谷的镇谷之宝 拥有焚绝的你 若日后收集了三种异火 同时开启三重变化 那种实力的增幅 就算是创造秘法的心碑 恐怕也是料想不到的吧 这焚岩谷的底蕴相当强 还传承了一种名为 九龙雷刚火的异火 你小子知道的还挺多 那是 我可提醒你啊 别轻易使用天火三玄变 万一被焚岩谷发现 麻烦可不小 好 听说了 我知道了 那柳家好像遇到麻烦了 据说在和程家争夺 空间虫洞的管理犬哪 是吗 不知道这天荒城的虫洞 还能不能用 真讨厌 谷主下令 谁能找到高阶炼药师 助他炼制丹药 这空间虫洞往后的三年管理犬 便交给其家族 可是长老 赤火长老大可放心 即便是在丹塔中 曾修大师都算得上 接近尖端的炼药师 他定能助唐谷主一举成功 你 赤火长老 这是来得太突然 能否给我柳家几天时间 我定会全力寻找六匹炼药师 长老 时间若是耽搁了 我程家的损失倒是不打击 可万一误了唐谷主的大事 这么短的时间 怎么可能找到六匹炼药师 你们 菲儿 哥 大吉未成 时间紧迫 老夫不敢拖延 你柳家今日 若请不出六匹炼药师 那就将空间虫洞的管理权 交给程家吧 好 好 这 六匹炼药师 很了不起吗 太空而行 这 是斗宗 好 这人怎么这么言说 柳亲柳妃 好久不见 遇到难处 兄弟你就尽管说 嗯 林燕 你怎么来了 怎么 不欢迎啊 怎么会呢 柳亲柳妃 好久不见 你 你是萧 等一下 他呀 最近得罪了风雷阁 得低调点 萧炎 真的是他吗 好久不见 你小子 现在已经突破斗宗了 七星斗花 也不错嘛 比林燕要强上不少 可不得你这么损人的 不就一个小小的斗宗吗 我还以为是什么了不起的任务 柳青 需要帮忙吗 没事 我会想办法的 你好不容易来趟天皇城 别为我的事惹麻烦 当初你跟我去加马帝国时 可不曾怕惹麻烦 可是 哎 前辈 小子愿与这位大师 鄙视一番 哦 你竟还是炼药师 看起来年纪轻轻啊 嗯 没想到 他不仅是斗宗 还是为炼药师啊 厉害 曾修大师 恐怕有些人不太懂您 六品炼药师的尊贵身份 嘿嘿 小子 我也不欺负你 只要你能用灵魂力量将我击退 便算你胜 嗯 既然这位小友也是炼药师 那便鄙视一二吧 鄙视灵魂力量 这未免太圣之不武了 嘿嘿嘿 放心吧小伙子 我会手下留情呢 我说的 是我自己 这种级别的压迫感 我只在单打一些长老的身上感受过 哦 怎么可能 小子 又要在我面前装身弄鬼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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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无趣 啊 给我炮 嗯 呀 呀 呀 啊 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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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说 我说这小子没问题吧 你啊 哥 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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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不可能啊 曾修 怎么会输给这小子 前辈 这场比试 想必有结果了 小有实力超凡 轻松获胜 天荒城空间重动 未来三年的管理权 也归柳家所有 多谢赤口长老 好啊 好啊 太棒了 好啊 还不知小有名讳 言霄 如今空间重动的归属 有了结果 言霄小有 既然是代表柳家的炼药师 按照规则 还请小有随我去趟坟岩谷 去坟岩谷 也许有机会 拿到完整版的天火三宣变 既然出了手 自然不会推脱 还请前辈稍等片刻 你真打算去坟岩谷 万一 不入虎穴 咽得虎子 放心吧 刘青 有件事得麻烦你一下 不知坟岩谷寻找高阶炼药师 究竟所为何事 我家谷主大人一直想炼制一枚等级不低的丹药 不过他并非炼药师 这次便是要从邀请的炼药师中选出两位 祝他一道炼制 若是成功 焚岩谷定有中限 原来还有挑选 当然 即使最后没有被选中 焚岩谷也不会让小有白来一趟 前方便是我们焚岩谷的总部 坐稳了 严肖小有 小姐 吃火前来复命 小姐 天皇城所引荐的炼药大师 已经抵达 炼药大师这么年轻 吃火长老 你不会被骗了吧 小姐 严肖先生虽然年轻 但他已是六品炼药师 实力更达到斗宗界别 这般年纪便是斗宗 这位小有还真是年轻有为啊 又是六品炼药师 又是斗宗的 吃火长老 你可别阴沟里翻船啊 莫大师放心 老夫这点眼力还是具备的 哼 啊 蛤 见过唐谷主 各位免礼 这位小友怎么称呼 在下言霄 见过唐谷主 谷主 这位小友乃天皇城举荐的炼药师 能够在晋级斗宗的同时 炼药术也有所成就 这可不是简单的事 爹 别光听人耍几句嘴皮子就下定论 之前试过那么多次都失败了 活儿 不得无礼 年少小友 娇女如有冒犯 还请勿怪 唐谷主谬赞了 在下只是运气比常人好上一些罢了 既然人已到齐 那老夫便将此次的事预先说说 老夫需要炼这一枚丹药 而这枚丹药的品阶 算是七品高级 七品高级 炼药并非老夫所擅长 所以需要筛选两名炼药师 能够抵御我那九龙雷缸火的断烧 终于可以见识到九龙雷缸火了 话不多说 各位测试正式开始 这九龙雷缸火的龙威 居然有震慑灵魂力的效果 九龙雷缸火 以火榜上排名第十二 如今一箭果然名不虚传哪 原来这才是九龙雷缸火的真身 今天真是来对了 不需死刑啊 大家召唤火焰一起上 说不定可以抵御住这九龙雷缸火 啊 你 你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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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ufen 嗯 嗯 导夫献丑了 天寒火 据说蕴藏此寿火的天谷蟒 只出现在古灵能谷出现的区域 遇上天无碼 老夫已经算好运了 没想到这天寒火 也与老师的古灵能火 有着一些共同之处 爹爹 看来换打时可以勉强坚持下来 换打时 您已通过考核 可以先休息了 换打时已经通过测试 还有哪位大师愿意挑战 这 言消消有 可否遗失 若是害怕了 现在走还来得及 不然一会儿 被烧得连衣服都不舍了 嗯 一虎 衣服的事 就不劳烦操心了 这 这也是一虎 哼 有一虎又能怎样 难道还能比九龙雷高火强吗 我倒要看看你究竟有什么本事 那就开始吧 怎么会 九龙雷高火的一火能量 居然产生了如此波动 三 三 怎么可能 啊 这个年轻人果然不简单啊 一火往上似乎没有这般瑟瑟的火焰 唯一与之相向的 便是排名第十九的青莲地星火 但即便是青莲地星火 也不至于让九龙雷高火这般忌惮 这小子怎么会有如此厉害的一火 是啊 他究竟是谁啊 唐谷主 不知道在下可算是通过了 那是自然 老夫又严肖小友和换大师相助 成功几率大增啊 只要两位能助我炼之成功 报仇 唐某则会尽力满足 不知这报仇 可包括焚炎谷的一些功法或是斗技 只要不是我焚炎谷的不传之秘即可 不知炎萧小友看中了哪一种 天火三玄变 自焚炎老祖创建焚炎谷以来 九龙雷刚火便是代代相传 只有成功收服此一火 才能继承谷主之位 小女火二 当年因强行融合九龙雷刚火失败而遭反噬 还有不到一年的时间便会生机枯竭 越来越看不到希望的小女 脾气也变得越发刁满 这次请二位来协助炼制七品丹药火蒲丹 便是救小女最后的机会 老夫就这么一个女儿 这世上没有什么比她更重要 别说天火三玄变 就是搭上老夫的性命又何妨 所以恳请二位务必成功 唐谷主是个好父亲 燕某定当竭尽全力 欢某不会辜负唐谷主的信任 此次需炼制的丹药名为火蒲丹 品阶在七品高级 两位大师先前已经看过药方 那么接下来就劳烦二位按照药方 各司其职便好 山荣顶 这可是天顶榜上之物 没想到居然被收藏在唐谷主手中 当真是让人羡慕 此番炼制火蒲丹 所需时日不短 还请两位鼎力协助 自当尽力而为 嗯 两位 开始吧 我会用九龙雷刚火 协助二位炼化药材 融合药材 则拜托二位呢 再继续 没想到这严肖年纪最小 竟也坚持了整整十日啊 我看他只是运气好罢了 天真火不丹的过程果然繁琐 光是药材的炼花与融合 就已经造成了灵魂力量的极大小耗 华大师 您还好吗 放心吧 没问题 这最后一步的融合才是最为关键的 年宵小友 开始吧 能坚持到这一步 这两人都是有本事的 尤其是那炎宵 灵魂力量格外蓬勃不少 还能在保持融合速度的情况下 不出丝毫差错 火儿 这次看来真的有希望了 但愿吧 火儿 这次看去 火儿 这次看着 火儿 灵魂力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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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会这样 就这么失败了 真是太可惜了 你们已经到最后一步了 唐谷主 能否让我继续炼制下去 颜潇逍遥 你能独自炼制这火铺丹 继续炼制或许还有一丝机会 可若就此放弃 便是彻底失败 这小子不是开玩笑啊 你独自炼制这火铺丹 怎么可能 真是 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 是谁叫出来的 真把自己当救世主了 颜潇 爹 就让颜大师继续炼制吧 火儿可没那么容易认命 好 那便请颜潇小友出手吧 即便最后失败 老夫也绝无怨言 我会竭尽全力一事 待会你不要远离 记得细细观摩我的手法 能够观摩老师亲自炼弹的机会 我可不会错过 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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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蛋 丹雷 没想到 他竟真的凭借一己之力 完成了丹药的融合 不过 这七品高阶丹药的丹雷 鬼力非同小可 以炎消的实力 若被击中 绝无生还的可能 爹 你快帮帮他 丹霄小友 丹雷就交给我 你安心完成最后一步 不劳唐谷主 我等他 袖子这丹雷 第妖魁 去 那是什么 斗宗级别的傀儡 这小小伙 居然拥有斗宗级别的傀儡 看来要禁忌成天妖魁 难度还是不小啊 唐谷主 性不属命 天祸三玄便不是寻常秘法 祖训不可为啊 二长老 本宗事先已答应了丹霄小友 你现在这般说 是想让我实信于人吗 可是谷主 丹霄小友 丹霄见过唐谷主 恢复得如何了 已无大碍 多谢谷主关心 你便是那个丹霄吧 前段时间 老夫刚好去过一趟中州北域 听闻一名陌生青年 与风雷阁的恩怨 此人单枪匹马闯上雷山 在击败风雷阁的凤青儿之后 扬长而去 那名青年名为萧炎 萧炎与炎萧 莫非是同一人 萧炎 炎萧 在下的确是萧炎 小子行走在外 遮掩一下容貌 也是为了多一层保护 既然大长老不喜 那揭开便是 揭若问心无愧 又何必遮遮掩掩掩 你与风雷阁结怨 便是因为你身怀他们的三千雷斗 如今 你又想要我凡炎谷的天火三悬变 怎么 你就对别人的斗技这么感兴趣 住口 萧炎萧有是我凡炎谷的客人 各位长老 说话还请客气些 谷主既然已经做了决定 我们也不好为难 不过如若他能按规矩 像谷内核心弟子一样通过考验 自然不会再引来他人非议了 唐谷主 既然两位长老执意要考验在下 那便医他们吧 否则 今日我怕是不能如愿了 出什么事了 快看 好像又是那个烟宵 烟宵 这次又是因为什么 这不是他吗 这不知两位长老 要如何考验我萧炎 此事事关重大 便由二长老亲自出手考核 若萧炎小友能坚持十个回合 便算你赢 爹爹 谷内核心弟子考核 从未有过长老们亲自出手的先例 更何况 无臣长老可是货真价实的八星斗宗 唐小姐放心吧 无论怎样 天火三宣变 我今天要定了 狂妄 残影 这就是风雷阁的三千雷洞吧 主人有些门道 二长老好眼力 尊阳免手 这招如何 你若放弃天火三学变 这门高阶斗技 也让你带走 再来 冥晚不灵 老夫倒是要看看 究竟是我焚炎谷的天罡碎尸不厉害 还是风雷阁的三千雷洞更胜一筹 明天火三十六合尤不厉害 ос 钥导 倘助这点手段嘛 来 见书吧 老夫若是想要杀你 你早就已经没命了 居然是分身 九个回合了 这是 三种一伙融合 老夫的确小看了你 不过别高兴得太早 最后一回合 老夫不会再留守 对后悔施展这么威力的斗筋 这个老家伙 越来越不要脸皮了 火罗盖天地 独臣这是要施展太医 火罗杖中最强的 拔你火罗谱 害你火罗谱 呱 齐 火怒火怜 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收 这硝烟居然将异火发挥出此等威力 我焚烟谷掌控九龙雷刚火这么多年 也未曾达到这么的地步 此子当真是不凡哪 十回合已至 武臣 你输了 按照约定 你获得天火三旋变的传承资格 恭喜你 萧嫣 能与阎盟结盟 实乃我失明宗的荣幸 我等定会向宗主传达女王陛下的提议 没有别的事 今日便到此为止吧 在下告辞 施明宗的人还真难对付 大哥 你们可真能认 我差点就直接动手了 施明宗虽然表面上愿意归顺 但恐怕会暴藏祸心 日后还要多加提访 我的想法和你一样 防人之心不可无 接下来我要闭关一阵 后续就辛苦二位了 女王尽管放心 大哥 小炎子昨天来的信中说什么了 好像还有一封单独的信和丹药 是给美渡沙女王的 他说 他已经出发前往丹狱了 让我们不用担心 他还说感谢咱们帮他打理阎盟 特别是美渡沙女王 灿灵 心不如命 天魂融血丹我炼成了 只盼着天魂融血丹 恕我等所愿 让你彻底摆脱身体的危机 枪炎盟托付给你 相信会是我做过最正确的决定 我一意孤醒 却连累了你来守护炎王 此番歉意 一时无法当面对你诉说 或许不舍 或许期待 或许直处 之后我便会前往中州 那里有着急需我奔赴的使命 但愿 我能活着迎来我们重逢的那一天 保重 还是头一次看到 传承技能的水晶球 发出如此强烈的光芒 这天火三旋变 虽为我族秘法 倒是像为他量身定制的一般 华儿 你可知这天火三旋变的由来 不是我们焚烟谷创始人 焚烟老祖所创吗 嗯 当年 斗骑大陆上 曾出现五位距离斗地 进一步之遥的制强者 而咱们的焚烟老祖 便是这五位制强者中的一员 还有三位 则分属于拥有斗地血脉的 谷足浑足 会影响离庞大而深远的丹塔 而这最后一位 就是斗地血脉后人 萧卒萧玄 正是身为焚烟老祖好友的他 创造了高级秘法 天火三旋变 原来 我们斗骑谷的天火三旋变 是这位斗地血脉后人所创 萧炎也姓萧 莫非与这位萧玄前辈 有什么关系不成 应该没那么久吧 感谢唐谷主的慷慨相赠 萧炎今日便得东升离开了 若是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尽管找小子便可 这么快就走了 我还要去找先前走散的同伴们 就不打扰了 有件事老夫可要提醒你 天火三旋变 虽然能够在短时间内 大幅提升实力 但所获得的能量 却异常狂暴 你驾驭时 要加倍小心 最后切记 天火三旋变 不可外传 唐谷主放心 硝烟自当守口如瓶 嗯 告辞 嗯 以后有缘 还会再见的 小心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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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样子 冰河谷这些人 不会伤疤甘休的 新兰 你快走 可是 我不能丢下小医仙姐姐一个人 放心吧 我可以对付 解决掉他们 我会去找你的 对了 我虽然帮不上忙 但我可以回家搬救兵 小医仙姐姐 你小心些 千万等我回来 叶家 那新兰的权名 叫做叶新兰 嗯 他是丹玉叶家之人 哎 萧衍 你可不知这叶家呀 手放开 那叶家呀 现在的处境可不太妙啊 丹玉 龙蛇混杂 但总的来说 只有五大家族能与丹塔有关系 叶家 便是能进入丹塔长老戏的家族之一 不过 若是萧衍你能留下来 与咱成为一家人 以你的天赋 定能带领我们柳家 以飞冲天 菲儿 别胡闹 嘿嘿 要是再没打巴掌 就丢脸喽 你找死 我站住 刘晴 时辰也不早了 我要立刻去丹玉一趟 虫洞早就为你安排好了 若是遇上麻烦 就尽快赶回天皇城 即便我柳家实力不强 也会尽力保你 谢了 刘晴 打不招 打不招 嗯 保重 来啊来啊 来啊 这 喂 萧衍 待我一个呗 萧衍 萧衍 你先要走了 你先帮我打车 以后再给你解释 请你起来 我爸还没说完呢 萧衍 你先别走啊 这不能怪我啊 你 你别赶紧放开 不然我不客气啊 我刚才看你的猫子 走啊 你可怎么突然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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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好久不见了啊 这是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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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兵和国全力搜寻恶难毒女 就是 若有线索者 可获天价悬赏 前段时间被不少势力联手拘杀的 就是这个女子啊 据说 她可是传闻的女子 人中的恶难毒铁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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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家 夜城夜家 在何方位 哎 一直往前 夜城最高的建筑 就是夜家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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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安 此事可由不得你任性 我是绝不会嫁给曹蛋那个混蛋的 曹家狼子野心 早就想吞噬我们夜家 当务之急 还请大长老允许新兰 带人前去解救小一仙姐姐 有什么事 等我回来再说 好吗 胡闹 若是能与曹家联姻 便能免除我们叶家 调除五大家族的危机 眼下联姻 才是头等大事 别人的死活 与你何干 别人 没有小一仙姐姐 醒来早就没命了 这 本以为 你们是最疼爱我的家人 没想到在你们眼中 我只是个联姻工具罢了 放肆 知恩图报的道理 叶家自然知晓 一切 等联姻之事了结后再说 我是绝不会嫁给曹丹的 我自己会想办法 难道 你还真想靠你口中那个所谓嘉南学院的天才吗 你也别太高看他了 或许他能救你的朋友 但是我们叶家的危机 可不是随便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解决的 今天 你哪儿都别想去 阿猫阿狗也同样没兴趣帮你叶家的 小小颜大哥 大长老 小颜大哥 是 星鸾 这究竟怎么回事 小颜先生姐姐他 带我去找他 你是谁 竟敢胡乱闯我叶家 在下萧颜 是新兰的学长 此次有要事在身 新兰还需与我走一趟 醒悲 新兰乃代驾之身 岂能容易带走 我才不要嫁 新兰是我学妹 他不愿之事 就算是叶家 也不能勉强 狂妄 敢来我叶家帮分 今日 我就替你家长辈 好好管教一下 什么 管教的话 你还真不顾资格 你还真不顾资格 四长老可是一心斗踪 这才一年时间不到 萧嫣大哥居然已经强到了这种地步 你就是新兰口中的天才 你闯我叶家更是伤我族长老 虽说我叶家如今示威 但也容不得被人这般凄凌 刚才并非我先出手 你若是要追究什么 在下可没时间封卫 小飞 休走 傀儡 我没时间跟你们耗了 下次就不是受点伤这么简单了 大长老 罢了 让他们去吧 或许这就是叶家的命数吧 当初我与小衣仙姐姐 紫妍顺利出了空间虫洞 之后花了几个月时间来到丹狱 不曾想 小衣仙姐姐承知恶徒时 恶难毒体爆发 事后不久 便引来了冰河谷的追杀与围剿 他们的目的 就是为了得到小衣仙姐姐的恶难毒体 与凡年谷并列三谷之一的冰河谷 小衣仙姐姐为了掩护我 主动将冰河谷的追兵引去了洛神剑 这次回家 本想拜托家族去救小衣仙姐姐 然后寻找萧嫣大哥你的下落 谁知 都怪我没用 我一点忙也帮不上 不关你的事 当务之急 是立刻前往洛神剑 新来 我需要你为我带路 对了 子言和小衣仙在一起吗 我们到丹狱不久后 她就回家了 她给我们留了一封信 说她忽然有一些感应 需要回家 子言那丫头 身份虽说一直成谜 不过想来必有极强的靠山 就是不知道她所谓的回家 是去哪里 罢了 现在只能先将小衣仙的事情 解决之后 再去寻她了 这便是洛神剑吗 果然险恶 不过以小衣仙那特殊的体制 在这里 倒是能够如鱼得水 洛神剑中年毒雾萦绕 身处更是毒兽横行 听说还有人形魔兽出没 危险至极 的确毒雾辩驳 那我们要怎么找到小衣仙 这只寻毒鼠 是之前小衣仙姐姐教给我的 她能带我们找到她 我们跟上 并存静 并存静 哇 哼 哼 哼 啊 怎么回事 你中了我冰河谷的 兵尊敬 除非有我冰河谷谷主出手 不然的话 一个月之内 体内残留的悬兵器 会将你的生机戒术动气 少啰嗦 既然你要断绝自己唯一的生路 那老夫 就亲自将你牵回冰河谷 老夫看你往哪儿躲 好 哼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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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季之色 你们结阵 我来戳戳他 冰河谷众弟子听令 结兵封阵 是 冬季之色 冰顽不灵 你的恶难毒体 并非真正地达到了顶峰 否则 光凭老妇 还真是奈何不了你 但是可惜呀 老家伙 这是你自找的 休想解开她的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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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歉 我来晚了 小爷 小一仙姐姐 你没事吧 区区一个一星都走 竟敢对我冰河谷出手 冰孚 他交给你了 其拿后断棋四肢 放心吧 我会让他尝尝 生不如死的滋味 小爷 你们先走 放心吧 有我在 谁也别想伤你 这次 看你还怎么逃 起来 多死 来 傀儡 既然敢来 自然是有把我救人 解决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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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禀服禀鹤 杀了你小子 陪练是他在控制 小医生姐姐 没事吧 他交给我 你去对付其他人 这里有我 醒来 你扶小医先去休息 蛤 猖狂的小子 凌赫 你带其他人 擒拿恶难毒女 死人 交给我 这回 看你还有什么地牌 好险好险 臭小子 又让我去把老骨头 出来当打手 麻烦听伙前辈了 我的朋友伤得不轻 请尽快解决此人 知道了知道了 这小子 居然真的还有地牌 八星斗踪 什么 这位朋友 老夫冰河谷长老冰符 今日之事与你无关 还请不要插手 事后 我冰河谷必有重心 冰河谷 很了不起吗 冰河 你还在等什么 快杀了你小子 你们小心些 三千雷换身 岳飞 欲火 答对了 有枪 八级 小杂种 别得意的太早 凌芒臂 凌芒臂 不可能 一星斗冬 怎么会这么强 冰河谷的二星斗走 居然不堪至此 没有身体就是麻烦 收拾个斗宗都这么费劲 听我前辈请放心 药材已经差不多了 要不了多久 您便能够再度拥有躯体 这位前辈 炼制躯体的事 我冰河谷最为擅长 而且炼制的躯体 还拥有一些特殊的能力 只要你为我冰河谷 做一件事 便能够免费得到 做什么事 说不定我们可以商量商量哦 杀了他 再把恶难毒女 交给冰河谷 一 二 前辈 你说只要做一件 事 但刚刚分明是两件事的要求 我 最讨厌撒谎的人了 小家伙 这种人以后就不用 给他说话的机会 不然迟早会有变故 还好老夫的品行好哦 多谢天皇前辈提醒 不 小云仙 小云仙姐姐 大火五封 看来 冰尊镜已经开始 侵蚀血液和经脉了 她活不成了 如何解除 低 非 没有解除之法 除非去找明河谷的谷主 小英仙姐姐 还好萧嫣大哥及时赶到 要不然 大家都没事了 大家是没事了 不过 现在你还是先管管自己的身体吧 这宾尊镜 必须紧早驱出 这宾尊镜的确诡异 但也并非必须由宾河谷谷主出手才能驱出 我就知道萧嫣大哥肯定有办法 交给我吧 我准备好了 小英仙 化解冰尊镜 还需我用一火辅助 过程可能会有些痛苦 你忍一忍 一火灰灵要力更完美地伸透进你的体内 同时也会抑制那宾尊镜的扩散 那就拜托你了 嗯 那就拜托你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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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英仙 我 我能忍住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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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有效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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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将冰尊镜全数化解 还需几日 这段时间 我会为小英先护法 你对丹玉比较了解 所以 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 萧炎大哥尽管说便是 我定会全力去办 你出洛神剑 尽快帮我把这些药材收集齐全 萧炎大哥放心 无论如何 我都会想办法为你凑齐的 这一路 他会保护你 我会尽快回来的 嗯 我会尽快回来的 嗯 冰何苦 这事 可不会如此轻易的完了 嗯 冰仙长老 搜索恶难毒女的谷中精锐 都在这里了 包括 或 冰原三位长老 你们先守在这儿 我要立刻回冰河谷 向谷主禀报此事 是 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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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尊静 都被化解了 嗯 你的修为 又静静了 嗯 在你疗伤的这几天里 我已经乘机吸收了魔毒斑 升到二性斗踪了 啊 这拳斗的仰仗蝎碧炎 送给我的禁忌补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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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什么呢 看你恢复得怎么样 啊 谢谢你 小爷 你将这丹药服下 两三日内 应该能够回复到巅峰 对了 你的恶难毒体怎么样了 还好啊 不过感觉 距离爆发的时间 应该只有两三个月了 这叫还好 没关系了 就算毒体真正的爆发 反射了我的神志 但那时候的我 也绝不会不认识你 轻说胡话 放心吧 这两三个月中 我会将天毒蝎龙兽的魔盒 弄到手 到时候 便能令你彻底地 将恶难毒体控制住 其实 先前就在这落神界内 我就被一头七阶天毒蝎龙兽纠缠过 真的吗 就在这落神界内 你是怎么遇上这魔兽的 那家伙好色很多 看样子 也是亏似我这恶难毒体 当时我正躲避冰河谷的追杀 不想节外生枝 便想办法逃顿了 这该死的魔兽实力如何 我虽没与他确切交手 不过照我猜测 应该算得上是八星斗宗了 八星斗宗 若是你我二人联手 要将其斩杀 也并非不可能 不过不知道 他是否有着什么底牌 这魔兽身为落神剑一方霸主 势必麾下也却集了不少实力强横的手下 我们还是要多多准备为好 我来安排 等新兰和地妖鬼回来 我们就去会会这天堵蟹龙兽 臭小子 果然一叫老夫就没好事 那可是七劫魔兽 老夫要拼了这把老命才能对付呀 其中难处我自然知道 不过 原本给您炼制身体所需的生骨绒血丹太高级 每隔两三年 根本搜集不起所有的药材 难不成你小子要 不过 我怎么忍心让您老继续等下去呢 于是 晚辈在我老师药尊者所收藏的众多药方中 翻阅了整整一个晚上 终于 嗯 寻得一个完美代替生骨绒血丹的药方 阴阳 密 魂 丹 不过药材中还差一份七劫魔兽的精血 原本我们大家联手应该问题不大 既然前辈觉得太难 那只好算了 嗯 看在你小子这么有心的份上 不就是七阶天毒蟹龙兽吗 嗯 老夫还不放在眼里 老夫本就最讨厌那些荒淫残暴的魔兽了 这次动手也算是替天行道 天火前辈果真大义 快出手 嗯 这还差不多 消炎大哥 他们回来了 消炎大哥 不过在此之前 我们必须先去解决掉天毒蟹龙兽 只要帮天火前辈炼制出躯体 就无惧这斗宗巅峰了 新兰 天毒蟹龙兽实力强大 你留守在这儿 等我们回来找你 你们要多加小心哪 动身吧 好 禀蛇老 兵元他们三位长老及弟子 便是在此陨落 嗯 没想到恶难毒女竟还有外缘 这几人面生得很 想必 应该是丹玉之外的人 兵和谷许久未曾遇到这等挑衅了 有意思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看样子 那处石堡 应该就是天毒蟹龙兽的老巢了 这种界别的魔兽 对我的恶难毒体 有着敏锐有着敏锐的感应力 我想 他已经发现我们了 无妨 今日前来 就没打算掩盖气息 小美人 你可想死我了 小美人 你可想死我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老远就闻到你身上的香味了 既然来了 就乖乖留下做本王的女人 让你的恶难毒体 为本王生出最完美 血统最纯正的后代 我来此处 只是想向你讨要一物 只要你做本王的女人 本王什么都给你 还是先将你的魔盒交给我吧 若是换作别人 敢在本王眼前说这番话 已成死尸了 但谁让本王对你如此着迷 这冒犯之罪 就让你旁边那个男人 来抵偿吧 哈哈哈哈 小美人 这点进攻 可奈何本王不得 不过你旁边这家伙 我倒是小看了 还有更让你头痛的 嗯 这天独蟹龙兽 果然有两把刷子 不过我会好好招待他的 哼 不管你们今天为何来这里 既然来了 那就都留下吧 嗯 啊 嗯 只要来到这片区域 你们的生死 将由本王主宰 这家伙 果然有地牌 小心 这些全是露神剑的毒兽 那还等什么 一起打爆他 啊 哼 哼 万我天惺御者 死 results 小心 你小心些 立责 区区灵魂体 也敢对邪龙族之人大放厥词 真是邪命他 不过是体内流淌着 一丝太虚骨龙血脉的魔兽 还真当自己是太虚骨龙了 本子的龙族血脉 几让你侮辱 既然你们找死 那本王就成全你们 一群蚪蚁 蚪蚁 若非老夫失去身体 你在老夫眼中才是蚪蚁 今日这精血 老夫要定了 这些魔兽 被天毒蟹龙兽的草口 根本不会有什么恐惧 这样下去 不是要耗到什么时候 是 魔兽 魔兽 着 人 失去 因安全 精灵 用恨 信念 该死的居然敢打断本王的龙小 你死定了 这是什么露珠 难道他要吸收独兽群之力 写龙虎兽 伴侯要将你们 随时挽断 你的嘴手是我们 天火前辈 能否助我将其控制一段时间 我来想办法 那可得给我点时间 好 用手 明白 休想坤朵 消炎 速战速决 速战速决定 这么多年来 本王还是第一次 操守株刺重刀 不将一个灰飞烟灭 难消翻我心头之路 我们老大 可不是这么好惹的 不好 不好 这家伙又拼了 去吧 我怒火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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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 你们是自己走 还是想继续 可算结束了 累死我这把老骨头喽 我们赶紧离开这吧 我担心 刚才引起的动静太大 很有可能会把冰河谷的追兵引来 嗯 明白 我们走 我们走 按照新兰先前所说 此次冰河谷 派出了斗宗巅峰强者 所以 在他们找到我们之前 天火前备的躯体 和小一仙的恶难毒体 必须先解决 不然的话 恐怕情事会很不妙 还是先为天火前备炼制躯体吧 嗯 有了肉体后 即便不能短时间内 恢复到巅峰实力 但进入斗尊 应该不难 只有这样 才有机会解去此次的危机 小一仙分析得有道理 那便 先解决天火前备的问题 嗯 这 这是真的吗 当然 你放心 我定会帮你控制住恶难毒体 老夫 老夫终于要恢复肉身了 天火前备 感谢二位 小家伙 这份恩情 老夫会谨记的 天火前备这一路上 多次助我脱离险境 硝烟若不尽力 岂不成了不仁不义之人 真是羡慕你那老师 能有你这般优秀的弟子 事不宜迟 我现在就动手 为天火前备 炼制阴阳命魂丹 在这期间 有劳你们帮我护法了 嗯 嗯 嗯 哎呀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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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是丹蕾 萧炎大哥果然厉害 七品弹药这么快变炼城了 希望冰河谷的追兵 不要这么快察觉吧 不知第奥魁 再经历一次淡蕾淬炼 能达到何种地步 可是现在时间紧迫 也不知道来不来得及 怎么回事 灯蕾怎么自己消散了 嗯 应该是洛神剑的毒气太浓 遮掩了丹气 灯蕾找不到目标 就只能消散了 也只能这么解释了 不过对我们现在的情况来说 也不算是外界 这营养命魂丹 果然神奇 天火前辈 待会我一发话 你便立即吞下丹药 进入躯体内 至于躯体 就用这一副吧 嗯 条件算是符合了 就是这副长相 不像是什么正经人 时间紧迫 您就先将就一下吧 嗯 天火前辈 打入一丝灵魂之力 啊 啊 丹雷 这么快便消散了 这帮人果然有些诡异 哼 有天蛇长老在此 再诡异也难逃升天 嗯 天火前辈 嗯 我先将此肉体熄火 待会你进入之后 要顶住一火断烧 取得身体控制权 嗯 中途切记不可松懈 否则 不仅这肉身会报废 连你的灵魂 都将会受到致命影响 就是此刻 吞下丹药 小子 有些排斥啊 嗯 还算顺利 接下来就需要前辈 顶住一火断烧 御火重生了 你 小妍大哥 冰河谷的人 又来了 終於找到你了,惡難獨體 旁邊藏著的那位也一起出來了 鬥宗巔峰 冰河谷還真是捨得人手 為了你這惡難獨體 讓老夫出手倒也不算太過 你們去守住谷口,不許任何人逃走 是,天蛇長 說來也巧 老夫曾與上界惡難獨體有過一陣 最終輸了一招半時 不知你這一屆實力如何 你試試就知道了 好強的冰尊技 嘿嘿嘿嘿 鬥宗巔峰 可不是你們依靠數量便能夠抗衡的 那位青年和那靈魂體驗一起出來吧 老夫今日不會放走一個 小點兒 小點兒 真不容易 左手 �믹 嗯 蝼蚁 嗯 嘿嘿嘿 嗯 嗯 哩 优优独播剧场——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放心吧,这两三个月中,我会将天毒蟹龙兽的魔盒弄到手 到时候,便能令你彻底地将恶难毒体控制住 抱歉,小燕,可能我等不到哪一天 哼哼,想要解开恶难毒体吗 那,若你一开始便解开,自然是有几分棋手 可惜现在,来不及了 乖乖跟我回兵何苦,或许还有活路 不忍得 天使长老,这是 不忍得 我等 等 等 这位长老 下手还真是不轻啊 毁兵河谷还是不必了 这洛神剑倒是个不错的埋伏之地 用来埋葬而等 待遇也算是不差 这位前辈 今日之事有些误会 还望能够看在我兵河谷谷主的面上 我与你家谷主不熟 不 不好 快接前龙玄冥阵 血迹前龙 好恐怖的东西 去 不自量力 空间脚伤 快跑 天皇前辈 别让他们逃了 你 该死 自然对空间之力的掌控 根本不像是刚刚踏入窦寸 天神长老 快下脚半宝 你们三个去挡住他 不 天神长老 你总是已丢下我们 不 这家伙心真够狠 居然拿同伴的命来助自己逃跑 刚刚得到身体 体内斗气短时间内并不能彻底恢复 可惜了 天火前辈无需自责 谁也想不到 此人还未达到斗尊级别 便能够划开空间逃断 当务之急是寻一处致阳致烈之地 帮小玉仙彻底控制恶难毒体 到时我们两名斗尊 即便是冰河谷想要动我们 怕也是得掂量一二 致阳致烈之地 我倒是知道一处 在何处 夜城 夜家禁地 阳火谷 上次他们冲撞硝烟大哥 只是不明你真正实力 这次若是再去 新兰保证 他们不会再敢有丝毫得罪 赵黑 你这是何意 夜城 此次我可是奉我 黑火宗宗主之命前来 你们若是配合 我黑火宗不会亏待儿的 否则 这些棺材便请收下 你 你 摇火谷探是我夜家禁地 按照族规外界都不可能 你们居然还想讨要过去 痴心妄想 你 他是六星巅峰斗宗 我们夜家 无人是他的对手 食食物者为俊杰 夜城 你夜家所有老小的性命 可都在你一念之间呢 这夜家还以为自己是单于五大家族之一的呢 恰是 曾经的传承世家 竟然败落成这般模样 哈哈哈哈 这夜家先祖得知 也不知会不会被弃得从棺材里跳出来啊 哈哈哈哈 赶紧交出阳国鼓潭退出夜城 否则夜家上下鸡犬不留 时期之内 带着你的棺材滚出夜城 否则便留给自己用吧 哪里来的猫头小子 也敢在我赵黑面前放肆 杀了他 世界紧迫 天火前辈 还是劳烦您出手 嗯 杜 道尊 你 嗯 嗯 嗯 前 前辈 前辈饶命 我是黑火族赵黑 今日有眼无助 冒犯了前辈 还请多多包涵 士死士活 问问我这小兄弟 呃 小兄弟 不不不 大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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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饶命 小人知错了 小人再也不敢了 还请大人饶小人一命啊 戴上你的东西 滚 以后再来 便去你们黑火宗做作 是 是 多谢大人 多谢大人 走 走 走 快 走 快 快 叶长老 我们又见面了 你 你是萧衍啊 萧衍 她居然便是上次那个萧衍 这萧衍是什么背景 居然能让窦尊强者随身左右 爷爷 我就说 他一定能救我们叶家 是我等有眼无珠 得罪了一尊大神 萧衍先生 多谢您的出手相助 当日叶家的不敬 还请不要放在心上 一场误会而已 叶重长老 小子此次前来叶家 是想借阳火鼓坛一用 不知道叶重长老是否愿意 大长老 阳火鼓坛是我叶家境地 按照族规 什么族规 废了 废了 萧衍先生已得抱怨 此份恩情 足以打破族规 那便多谢叶重长老 来 诸位 请随老夫来吧 嗯 阳南独女 还有那个不知名斗尊 老夫定要将你们错骨养晦 小姐 已经打探到校园少爷的消息了 他在哪儿 萧炎少爷此刻在叶城 不过 为了救志友得罪了冰河谷 但想必冰河谷不会善罢甘休 另外 魂殿最近在丹塔活动颇为平凡 以他们与萧炎少爷的仇怨 恐怕 灵老 元老 带我先行前往叶城 是 小姐 小岩哥哥 有勋儿在 谁敢动你 我便杀谁 阳火古坛是我叶家的奇异之地 白日阳光会在那里凝聚 而古坛底深处 则会有着一些地心火苗飘出 将阳光能量点燃化为阳火 阳火 不过可惜 如今不知什么原因 很少会有地心火苗出来 到了 前面便是阳火古坛 萧炎先生 请自便 果然是最炽热纯正的天地能量 看来没走错地方 天火前辈 麻烦您和地妖狗一起为我和小一仙护法 不要让任何人惊扰到我们 交给我等便是 有没有感觉天火前辈跟以前不太一样了 可能是因为长相的缘故吧 天蛇 天蛇 谷主派你去捉拿那恶难毒体 如今却只有你一人回来了 这便是你给谷主的交代 谷主 天爽长老 此事非属下之故 那些人中有着一名窦尊强者 窦尊 即兴 应该只是一星斗尊 可看其空间操控的能力 可有那群人的去向 属下不知 谷主饶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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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谷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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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虚传哪 魂殿 还真是稀客啊 那群人的去处 我知道 其中一个人 是我魂殿的目标 或许我们可以联手一次 兵尊者 意下如何 恶难毒体归我 其余人随你们处置 不愧是兵尊者 爽快 待会儿 我会将恶难毒体彻底引出来 然后将你体内的毒气逼至一处 这个过程会很痛苦 一定要坚持住 尽管来吧 我相信你 Believe 我相信你们 精神 救进 藉匡 走 虚安 狔 你说 我想 airport 鉄 虚 接下来才是最重要的步骤 不愧是菩提化底线 果然有奇效 小医仙 运转斗气 压缩毒气 形成毒丹 不好 得加快对菩提化底线的翠裂 小医仙 坚持住 小医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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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亏了这阳祸孤弹 真是智阳之刚的宝地 这是 菩提子 没想到菩提化体现经过一火断烧 竟能形成菩提子 这可是能够感应到菩提心的好东西 这里面的火属性能量 倒是极为昏厚 怎么会不再冒出地心火苗 这是地心珠 地心珠 老师 你该不会是在吹牛吧 臭小子 怎么说话呢 难怪不会有地心火苗窜出 原来是被地心珠给吸收了 试试能否取出吧 这 这些都是冰河谷的人 他们来夜城做什么 他们朝着夜家方向飞去 莫非 跟吞噬一火比 这点疼痛 还是熏了一招 给我出来 莫非地心珠 一直吸收地心火苗 如今与阳光能量接触 并能直接化为阳火的源头 这次可真是一件宝贝了 夜家 交出恶难毒女 否则今日 夜家灭 天双子 天蛇 这两位冰河谷的长老 怎么会出现在我们夜家 什么恶难毒女 我们夜家 什么时候接触恶难毒女呢 那个恶难毒女 是不是与硝烟先生 同行的那名女子 对 我夜家并不知道 此女便是冰河谷要找的人呢 这可如何是好啊 有什么好慌的 又没让你夜家 去跟他们拼个你死我活 夜宠长老放心吧 他们是因为我等而来 并不会牵扯你夜家 天火前辈 与我会会这冰河谷如何 自无不可 想必这位朋友 便是击败我们天蛇长老之人吧 同为斗尊强者 还不知道阁下的名讳 天火 原来是天火尊者 今日之事 乃是我冰河谷与恶难毒女之间的恩怨 若是老夫请你不要插手 你是否会答应 你觉得呢 轻巧不痴迟罚酒 罢了 是要抓住你们两个 倒也不怕那恶难毒女不现身 那小子交给你 别再出岔子 不然谷主可不会再轻饶你 小子 我倒是要看看 这次谁能再救你 天蛇长老 此人便是我魂殿的目标 把他交给我吧 魂殿 小野人 还记得本护法吗 不护法 不错的杀意 比当年无能狂怒好上不少啊 该死 无无法 这傀儡交给老夫兵士 你时隔多年 原来你还是是个只知道剑中外来力量的废物吧 对付你 我一人不议 我一人不议 无子量 老夫连要我臣都能牵拿 更何况你这尚不忠悉的弟子 你去 区区二星斗宗也敢和本护法交锋 当真是找死 失去了傀儡 这小子也不过如此 小野 这便是你仗仪赶来中州的本事 凭你这一万实力还想救药臣 当真是笑话 是吗 天火三玄变 第一变 青莲变 这 这是 分炎谷的天火三玄变 无护法莫要大意 这密法若是施展三变 至少能够提升近三星的实力 提升三星而已 乃逃不出本护法的手心 天火三玄变 第二变 无影变 这小野 居然生怀两种疑惑 这恐怖的增幅已不可小觑 好在 你这小子的能力 应该还达不到三变的层次 哼 那还好 本护法还是拿的假的 这 这不可能 这 好 忙 干瞬一会 这饿 哈哈 天火三玄变 全遍 第三遍 不 只不可能 好快 老家 你這條命 今天收定了 大人不慘 你的祕法 雖能提升你不少實力 但只要祕法實現一道 一定令我們打回原型 還是非我一個 在這之前 必須殺你所以 這小子 實斩密的後的速度 連我都是看不上 只能將自己 強行提升至於 親手鬥鬥階便 這小子 果然深藏不露 不 哼 本護法今日還就不信了 連藥臣都沒掏出我的手心 你這小輩才能翻天啊 白魂死我天王 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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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兵 是浪迟 用了火 用刺激 空 吹 反弹 剂 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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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凡凡 不可能 这小子 竟能尝尝到荣汁地骨 这一击 只为老师讨还的 二星斗宗的实力 却将八星斗宗给击溃了 萧炎先生 真是强得可怕呀 我们居然跟这主人动过手 以后眼睛放亮点吧 省得哪天死 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这一连讨高级斗机 破坏力居然如此之强 还真是小看这小子了 此子绝不能留 好霸道的天火三宣辩 说非我的身体 经过诸多天才地宝的淬炼 恐怕先死的 反而是我了 不过 这种熬下来之后的感觉 果然极端美妙 昏殿果然诡异 就连殿内护法 竟然都是灵魂体 受死吧 小人 年轻人 何必杀气那么重 滚开 天蛇长老 我已发出讯号 很快就有魂殿强者前来支援 只要帮我拖住这小子 到时候 他肯定查臣安飞 巫护法放弃 存人 交给我冰河谷了 冰玄冰华 你二人随天蛇出手 也最快的速度 擒拿那小子 是 是 已多欺少 冰河谷行事 只拙实卑劣 成王败寇 我冰河谷行事 只求结果 无问过程 哼 使用了天火三玄变之后的你 的确很强 不过并不能改变 你今日落败的结局 两名斗宗 一名斗宗巅峰就想擒杀我 恐怕太小瞧我了 大眼不惨 上 不论离火法 没想到小家伙竟然修炼到了这半地步 啊 多了 五轮离火法 劫阵 不好 不好 结冰河阵 有分天 尸老 我们的斗气消耗太大了 说不定 不等那小子密法实现抵达 我们被抵御不住了 不要急 将你们体内的兵尊禁 尽数传入我体内 我来施展攻击 将那小子一击必杀 小子 到此为止了 冰神弓 冰尽天地 冰神 冰神 不如继续再给他们纠缠下去 天后三轩便实现一旦抵达 即使别说天蛇 随便一位冰河谷长老 都无情意证于死地 给我撑住 终于扛不住了吗 这下我看你还有何手段 不防 快 银河谷竟然输了 多此一人干翻三大斗宗 其中一个还是斗宗巅峰 难怪新兰会那般肯定 他能够救我叶家 此子果然非常忍 现在还有谁能救你 叶仲杀了我 皇殿必让你悄伤不得 悄死 痛苦 相比老师在魂殿所受之口 这恐怕不及其万分之一 岂便是让你皇妃魄散 也难以抚慰老师之痛 当年 你可曾想到会有今日的结局 我后悔啊 我会当年没有时间 将你一把朕拍死 让你成长到现在这种车铺 没想到 这一次连老夫都是走眼了 但可惜 此次我冰河谷 不会再允许任何失误 萧嫣 你先去歇歇 此人交给我 歇歇 真当我魂殿的人 是可以随意请拿的 伴殿痘尊 此人实力恐怕达到了二星斗尊的层次 情况不妙啊 原来是青海尊者 没想到此次竟然将您这尊大人物给惊动出来了 天生子 别来无恙了 本尊正好待人在执行任务 且到紧急传信 便好心赶不过了 青海尊者 快出手 将硝烟倾向 他是殿中殖民要擒住的人 你便是那个硝烟 被我魂殿盯上 竟还敢如此招勇 将那家伙放出来 你也跟本尊回魂殿走一趟了 滚开 青海尊者 你安心秦楠那小子 此人是硝烟的同等 就给老夫便好 你跑不掉了 像你老师一样 乖乖被求情于红日殿 岂非是死 也满电背 小岩 胜负未定 天火尊者要去哪儿 下方 我 我的天 children 我 真的很 别 可 我的 我的天 我 我要 你说 我 Obrig 你 我是 伤了你 你别死 你成功了 你伤得怎么样 放心 伤往伤成这样的人 伤势比我严重百倍 你也是硝烟的同党 此事是我魂殿与硝烟之间的恩怨 奉劝你 我要以你一时之力 去招惹一个你得罪不起的势力 魂殿 连他的一根手指都比不上 狂妄 你带人将那小子擒上来 此人交给我来对付 是 不好 快退 这 这是什么毒 正强 我也想试试斗尊强者 究竟能力还到何种程度 今日便先拿你练练手吧 这是何种毒气 对 居然这般恐怖 消音受伤了 先离开这里再说 我来破坏掉寒气屏障 你来拦住他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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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所有人尝试 快死 沒想到 先天的惡暖獨體居然還能被控制 倒是本尊失算了 撤 這是冰河谷谷主冰河 天哪 他怎麼來了 小炎先生 這次怕是再見難逃了 這老妖怪居然親自來了 見顧谷主 天蛇呢 冰谷主 那名為硝炎之人 是店主親自點名所要 還望谷主在將他情惑後 給我魂天一份薄面 將他交予我 我只要惡難獨體 這傢伙實力 不會比分炎谷的唐震弱 恐怕我們加起來都不是對手 如今我體內的鬥氣 已經恢復了一些 勉強還能再施展一次毀滅火鍊 到時 你與天火前輩趁機 他要抓的是我 待會兒 我攔住他們 你與天火前輩找機會先走 別争了 老夫已死過一次 這件事 老夫更有經驗 還是我來吧 罷了 那被共同擊退吧 惡難獨女 你隨我走 我不會傷你 並且我可以讓你的朋友們少受一些痛苦 懂嗎 這便是最純正的惡難獨器嘛 越是這樣 我越是想要得到你 惡難獨體 它居然也是惡難獨體 這就是冰河谷追去惡難獨體的原因 惡難獨體 分先天和後天 我的惡難獨體是後天所致 存在缺陷 不過我只要能得到你 那麼便是能夠彌補這一缺陷 到那時 我的惡難獨體 也將會變成最為完美的體質 哎呀 竟然將這些都告訴了你們 你們 不會拒絕我吧 你們 不會拒絕我吧 嘿 嗯 不好 小顏 你 你 休想我死 也就拉上你一起 п 嗯 人 人 他惹伤了 冰河谷便也没了 军儿 小营哥哥 小营哥哥 接下来的事情交给薰儿好不好 你小心一些 你是何人 这是我冰河谷的事 好个霸道的冰河谷 他若是你的朋友 本尊可对其既往不救 但那恶难毒体 本尊是绝不能放过 冰河谷主 你不能放过那硝烟 他是我们殿主殿命 你若是想抓他 便自己动手 你二人不用争了 这里的人 你们一个都带不走 好个猖獗的小妹 敢跟我魂殿这般说话 劝你不要为了一个小男人 得罪一个 连你背后的身体 都得罪不起的存在 放肆 你算什么东西 敢对小姐这般说话 哼 魂殿 很了不起吗 小姐 这几个人 交给我二人来处理吧 冰河交给你 魂殿与旁边那都交给我 早听闻冰尊者的冰尊镜 已修炼之画家 老夫今日便拧叫一番 呃 甘大 出手拿下修炎 是 本尊队战还敢分心 让我来吧 出手 都眉殿 尊队 这三千元 不得一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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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感谢观看 我说 感谢观看 臣 臣 天統領,你是打算一人,還是一起? 少在我面前張狂 收拾你,一人足以! 小子蠻力還挺大 誰想武? 花里胡哨,毫無作用 小子蠻武三弦變,第一變 開三音 小子蠻武三弦 向你開山 槍法花哨,結硬緩慢,鬥起虛法 比起我的預期,你差了太遠 給你四字平語,不堪一擊 他真是靈泉統領嘴中的那蕭家廢物 徹等實力,即便是放言古族年輕一輩 怕也是有一席之地呀 靈泉這小子,此次算是自取其辱了 活該 你這小家廢物 也有資格再算統領相評價 秘法? 化學宮 這傢伙還真是不要命了 居然連這種自殘的秘法都使用出來了 小姐,你看 不用管他 自取其辱罷了 你 這秘法倒是不錯 可惜你沒有足夠堅固的根基 純屬無用之力 你直到現在 也未曾達到我所期望的一半 你撒個什麼東西 我準同你將你擒拿之後 再好好治你這張嘴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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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海铃 我是少年温海铃 林泉統領 我這個蕭家廢物 我現在可還有資格評價你 林泉統領 小子下手倒是挺狠啊 嗯 頗和老夫為命 小顏哥哥 我要走了 在谷族等著我 帶著我參加了單會 將老師解救出來 便去谷族尋你 小顏哥哥 保重 走吧 回谷族 時事 小姐 是 幫左erer 我們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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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的 我們去做 我們去做 好 我們去做 我們去做 小妍,我这火,并天鹰魔火,取自八阶魔兽天鹰三头尸体,你的若是寻常火焰,别自取其辱了。 叶,叶,叶,操控火焰,可不单单是看火焰的强度, 有异火,也不见得就能赢,让我射! 在网上。 一火果然威力不凡,真要下去,天鹰魔火可不是对手。 既然如此 那就甚至两种火焰 无愧是异火 若是换作其他火焰 恐怕早就被两头火兽给撕裂了 两种武器 那就四种 小元 火而火可不是光看质量 数量也很重要的 以后与人比试 可要牢记在心了 数量啊 资亚 好 你 好 别 死 死 有 什么 雨 来 十种火焰 这得是多么强大的灵魂之力啊 这怎么 跟我比玩晃 你还不配 不 这不可能 这肯定是假的 给我上 上 爷 赢了 我们赢了 赢了 你够了吗 今日 我输了 不过你叶家也别得意 丹会之少 我曹家 自有人收拾而等 曹丹此番所言 恐怕曹家那个妖女 要回来了 妖女 嗯 便是曹家曹颖 此女七岁便正式成为了一名炼药师 被丹塔看中 破格成为丹塔核心弟子 如今 至少也是七品顶峰的层次 此女 或许会成为萧颜先生在丹会上的一大劲敌 丹会举办在即 中州各地赶往圣丹城的人 越来越多了 萧颜大哥都闭关二十多天了 这不吃不喝的 不会出什么事吧 放心吧 他不会 这股能量是 是灵魂之力 你可算是出来了 小子 刚刚这股灵魂力量 是你发出来的 难道 你小子触碰到灵境了 灵境 其实灵魂境界也分为 凡 灵 天 地 四层境界 在远古 有着关于灵魂的特殊修炼之法 称为魂境 不过现在也已失传了 不然倒可以以此加快你的灵魂 修炼速度 我本以为你那老师应该与你说过这些 老师 各位 丹玉到了 这丹玉如此庞大 恐怕不会比黑角玉小多少 丹玉分为外玉与内玉 这里不过是外玉的一处空间点而已 小岩先生 您可先随我去考取丹塔认证的炼药师等级徽章 想要参加丹会 等级徽章是必不可少的 我随叶长老走一趟 你们先随处逛逛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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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I like